我老妈是SSS及恶灵白衣护士 我老爸是SSS及恶灵献首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妇 宗级BOSS 但我却是个禅弱通人类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及鬼异副本里 任S及恶灵当女儿 爸妈 我回来了 你叫我们什么 妈的愣头青 明知是精神病 看见他送人头还是有点难受 虽然是精神病 医院那些人也该科普一下 接触的常识吧 就是送死也让人去把规则示出来 而不是无所谓的死亡 他们说我家人在副本里 你不是我爸吗 是 我就是你爹 来 乖儿子 进来吃饭 你看你 衣服都破了 等会妈妈给你补补 乖儿子 过来吃饭了 我都快喘不过气来了 看见那摊食物我都想吐 这两个恶灵绝对是故意的 他们就是想要折磨人类 最后再杀了你 你看那护士恶灵 他自己全身皮肉 都是针线缝补的痕迹 本会他哪是缝衣服 这明明是缝人 我宁愿死也不享受这种折磨 他俩明显就是把这个精神病人类 当作玩具了 爸妈 我这次回来还给你们带了礼物 也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 好酒 妈 你也有礼物 真漂亮 好了 吃饭吧 吃吗 还以为这精神病不怕呢 这下眼泪都要吓出来了 心理承受能力还是很大了 如果是我就不能念不改色的摸出礼物 取代项链 哎 他马上就没了 恶灵把他当玩具戏弄 还不如早点死了 谢谢爸爸 你喜欢就好 等你吃完了 妈就给你补衣裳 嘿嘿 好啊 这精神病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 不是说精神病很多智力都是正常的吗 只是在某些方面有些偏执 我看的都快吐了 他还吃得这么香 真的能吃 下一次你去试试 爸 再来一碗 这个孩子 眼里没有丝毫恐惧 他叫爸爸自己答应的时候 他比所有人都欣喜 给他端饭的那一刻 这孩子眼眶红润的都快哭出来 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这些年过得很好啊 稍微过得有点苦了 不过我现在回家了 吃饱没 没吃饱再给你家里 吃饱了 等会你妈妈去楼上 给你收拾一间房间 你先上去休息一下 血涂的饭一直都做得很难吃 那孩子竟还是吃得干干净净 晚上必须为孩子准备一点正常食物了 哎呦 不是哥儿们 早说这些恶灵吃这一套啊 如果能够活下来 别说是吃那些肉糊 就是吃S我都愿意啊 又有人在骗吃骗喝 但是如果这是活下来的绝招 给我来食精 不得不说 这个精神病给大家分享了一种和恶灵相处的办法 只要你能够完美的装下去 在他们面前不露线 就没有生命危险 会不会是某种戏弄 先玩几天最后再杀了 就算是戏弄也无所谓 至少前面两天 你能活着好好的找出口 总比一进去就送死墙吧 你们有没有这个人的资料 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精神病 没有他资料 精神病院的区域现在也进不去 院里的人现在全都在副本里 不过这小子也真会吹牛 说自己之前花不完的钱 很多女孩子追他 红烛精神并怨别人 不知道我知道啊 那其实就是养人体器官的 要不哪有这份善心 养着一群脑残 我老妈是SSS 及恶灵来医护士 我老爸 及恶灵献丑夫 我的妻子是鬼妇 攻击BOSS 但我却是个禅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及鬼异夫本里 任S及恶灵当女儿 没事 现在回来了 爸知道以前你过得不好 但是以后有爸在 谁也不会欺负你了 这精神病的心理素质太好了 这恶灵都快爆发了 他还是一动不动 谁说 这不是恶灵的戏弄呢 万一他逃跑 直接露见 这一家恶灵的资料出来了 血图夫妇 恶灵等级 A级 过去9号副本开启的日子里 血图与护士总是会外出猎杀 醉喜不及不徐 跟在猎物后边 慢慢追捕 享受着猎物的绝望与痛苦 会在追杀过程中 慢慢分解猎物肉体 血图负责分解杀戮 护士负责将乱七八糟的肢体 和垃圾缝补在猎物身上 将其放走 评分 享受杀戮 极度危险 我都能想象到 这个精神病之后会有多惨 之前我还在想 是不是过家家 现在看见描述评分之后 我能百分百确定 可小子绝必惨了 我就说这扇门绝对不能开 这个副本的其他门 都是被求生者 费心竭力获得钥匙打开 才错找恶灵家 只有这一家 就把钥匙放门口 这分明就是套路 哎 我还是去看其他人吧 他这里就是死局 看下去只能看他死的有多惨而已 爸 等会我可以去外面逛一逛吗 我回来还没有在家附近看过 等会我给你一个东西 你带在身上 你妈应该是出去给你准备东西了 你带着这个出去玩 晚上记得回家吃饭 救 救我 这人是谁 咱们院里的 一精神病 这精神病大大方方 在街上走了这么远都没有出事 会不会恶灵抓我们 根本就不是因为我们踩在地面上 再或者因为我们运气 不好 刚好遇到恶灵出来 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要不我们出去试试 现在我们赶紧跟上他的脚步 和他一起 这精神病看起来就很弱也很不正常 如果遇到危险 我觉得可行 医院里都没有人跟这群精神病 说过副本一类的情况 这群精神病估计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说不定我们还能骗他给我们开门 或者探路一类的 那就赶紧 现在就走 他没有出事就代表我们现在出去也不会出事 朋友 等一下等一下 你不能这么大摇大摆在这走的 这里很危险 朋友 我叫赵琪 这是小雅护士 这是王斌兄弟 你好 我叫江澈 江澈 我知道你家人在哪 等会带你去好不好 不用了 谢谢你了 我已经找到我爸妈了 你找到你爸妈了 那你找到你老婆孩子了吗 老婆 孩子 对啊 我老婆孩子在哪里 他怎么了 能不能想办法让他把嘴闭上 他这么好 万一引来了恶灵怎么办 是啊 赶紧让他闭嘴 不然我们真要离开这里了 先想办法去其他楼里躲着 等他不好了我们再过来 我想想办法 三分钟 三分钟 如果他不能闭嘴 我们就去旁边躲一躲 等他不好了我们再过来 你别急 我们带你去找你老婆孩子好不好 现在这里很危险 你听话 你老婆在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带你去好不好 我老婆在哪里 在 部分里有一个看起来 和外面一模一样的正常区域 你老婆就在那里 你只要听我们的话 我们就带你过去找他 走吧走吧 我们带你去找你老婆 你们以前也不容易 经常要照顾这些人 江澈这样的人很多 说不定路上我们还能遇到不少 到时候 我们可以将其都拉到我们的队伍 只要好好将其控制起来 他们就是很好用的棋子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当女儿 我老爸是SSS 即恶灵当女儿 我的妻子是鬼子 终极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终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即恶灵当女儿 那个地方很远吗 对呀 只需要三天就能到了 那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不想去找你的老婆吗 太远了 走之前我要去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你们跟我一起吧 打一声招呼我们就离开 他说的爸妈不会是其他求生者吧 应该是有其他求生者 自称他爸妈控制他了 不过现在他要去找老婆 肯定会有新的执念 我们就跟他去见一面 到时候 江彻跟他们 还是跟我们 不都是江彻自己选吗 见一下也好 也好看看活下来的 另外一些人是谁 说不定咱们可以一起走呢 行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们几个就一起走 走吧 我们回去把你爸妈一起叫上 到时候 我们几个一起去帮你找老婆 其实跟着他走也不是不行 我其实都没有背完九号副本的地图 只是知道大致情况 我也是 我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进入九号副本 副本太多了 我都没有记地图 我都是看得出口的寻找办法 还有就是怎么才能更好的 在恶灵手里活下来 怎么在离开之前 获得一些特殊物品 江彻怎么办 我管他死活 妈的运气真的被 早知道问他另外一批人在哪了 现在只有先逃了顺着这个方向跑 恶灵疑惑地看向江彻 一开始他也只是好奇 血涂的猎物长的样子 但是等到另外三个猎物跑了之后 他才猛地发现 血涂的这个猎物看见他 竟是没有一丝恐惧 不是 那个江彻这么快就死了吗 拖住恶灵一秒都拖不住 绕起你个贱人 不得好死 恶灵抓了两个人 看样子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了 只是可惜了 有什么可惜的 精神病这么多 再找一个来送死就是了 你要知道 你之所以能够活着 知道怎么控制那些精神病 知道他们的弱点 就是你的价值 你们跑那么快做什么 我差点就追不上了 你 你还活着 就刚刚 那个蜘蛛恶灵 你怎么从他手下逃走的 蜘蛛 你们为什么要逃 跑这么快我追都追不上 什么追不上 你在追我们 对啊 你们跑得太快了 我们追了好久 就看见一个人受伤 然后那个大叔 才把那个人带走了 等一下 他没有抓你 我一直跟在他后面追你们啊 太快了 我差点就跟丢了 你们还答应了带我去找老婆 我明白了 我知道怎么在 诡异副本里活下来了 我终于明白了 不能跑 不能跑 跑了必死 原来恶灵只抓跑的人 对对对 不能跑 之后 咱们一起走 现在我找到了副本规则 一定会带你们都活下去 小雅 你知道的 刚刚开枪实属无奈 但是现在懂了规则 你就放心了 我肯定会带你们都离开这里 等到现实里 诡异猎场降临 我们还需要合作 赵哥 我肯定是相信你的呀 咱们这次活着回去后 就是能够交付性命的伙伴了 所以你们为什么跑 害得我差点就追不上 不跑 不跑 之后都不跑了 走吧 我们先去找你爸妈 你想要报仇吗 我放你回去 你去把他们带到我面前 你们一起死 怎样 好 没想到他竟然真的认路 这便应该安全了吧 这小子看起来一点都不害怕 小子 小子 你爸妈在哪呢 快到了 我家就在哪 我老妈是SSS 极恶灵 我老爸 极恶灵 窃口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 攻击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绵的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极狗一副本里 任S极恶灵当女儿 这里我知道 以前有求生者进入副本之后 落点就在这 落地的同时就有钥匙 但是没有一个人打开过那山门 会不会有危险 应该不会 这小子是有点狗屎运在身上的 所有人都不敢开那山门 这小子偏偏敢开 这就印证了我之前揣摩出来的规则 这个副本就适合直来直往 所有人都以为这里是危险的 事实就是 这里面就是安全的 爸妈 我回来了 我他妈杀了你 好了 我没事 带朋友进去吃饭 这个坏蛋爸来处理 真没事吗 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什么人都带回家的 因为他们说知道我老婆在哪里 我才带他们回来的 没事 你是个好孩子 都是他们坏 你也进去 走吧 进去 大家还等着呢 爸爸还没回来吗 马上就回来了 他去还朋友一个东西 这是你朋友吗 他不是我朋友 但是他知道我老婆在哪里 说要带我去找老婆 你有老婆了 那你可得赶紧去给他找到 这里不安全 你知道在哪 对 对 我们之前说好了 在哪会合 行吧 那你吃了饭再走 路上再带一点吃的 你爸那边就不用等他回来了 他去找东西来 还给朋友 也需要时间 对了 我给你做了件衣服 你穿好 吃了再去找人 吃了再去找人 你饿了吗 不饿不饿 你吃你吃 我吃好了 去吧 赶紧把人找来 现在我们去哪个方向呢 这边吧 江澈 我有点冷 那能怎么办 又不是不能走了 你能不能把外套给我穿一会儿 等会不冷了 我就把衣服还给你 我也冷 我真的太冷了 女孩子真的不能受冻 我已经开始肚子疼了 你也不想找不到老婆吧 你老婆也是女孩子 你肯定不想让她知道 你默示帮助你找老婆的人吧 而且你还有女儿 如果你女儿在外面需要帮助 你也不想别人 也跟你一样冷血吧 出门在外 谁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也不想自己女儿 遇到困难的时候 没人使出援手吧 这衣服你套在外面 肯定暖暖的 外面这件透风 不暖和 这样你不就冷到了吗 不会 我身体好 我顶得住 而且你刚刚也教会我 出门在外 遇到别人有困难 能帮就帮 不然我老婆孩子知道 也会看不起我的 你现在正需要这件衣裳 再加上我挨动惯了 如果不是觉得脱光了不体面 咱们孤男寡女的 怕我老婆误会 我连外套都会一起给你 我老妈是SSS 极恶灵当女儿 我老爸是SSS 极恶灵这种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子 攻击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绿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 极恶灵当女儿 如果还冷的话 那咱们就只有先回家一趟 幸好还没有走多久 回家很快 回去可以找找家里友们 有什么适合你的厚衣服 不冷了 不冷了 走吧 我带你去找老婆和女儿 你有没有看见那边有人 哪里 看见了吗 那里是不是有个人 好像是有啊 不过人家走人家的 我们走我们的 这条路又不是我修的 那不是一个好人 之前我只跟你说 你老婆不跟你说你女儿 就是因为你女儿被刚刚迷雾中 那个人绑架了 我怕你伤心 才一直没有提 你现在这么高调 冲过去 岂不是打草惊蛇 还怎么救人 惹得对方警惕 说不定还会撕票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我有个计划 等会你和我分开一点走 我走在最前面 到时候 你就跟在我后面 不要离太远 也不要走得太近 暗中的人 肯定会忍不住对我动手 到时候 你就直接冲上来 弄死他 这样你会不会有危险 什么事情 能有孩子重要 我们是大人 最多受点伤 只要你用尽全力 尽心尽力地保护我 那我就不后悔 如果我给你当幼儿 勾引暗中的敌人 你会害怕地偷跑吗 不会 好 等会儿我就先走 你就小心一点藏在后面 将冲 怎样 有没有受伤 最近有没有吃苦 是爸爸没有保护好你 以后爸爸不会再让你陷入危险了 你看 爸爸还给你带了礼物 你看看喜不喜欢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的话 下次我再给你带其他的 喜欢吗 喜欢 我也给爸爸你带了礼物 将冲将身上的那件白大褂给了小雅 下次出来别穿这么少了 晚上天亮 爸爸 我带给你的礼物 你还喜欢吗 很喜欢呢 对不起呢 现在才找到你 以后爸爸不会离开你了 好 以后团团也不离开爸爸 是你小雅阿姨的声音 小雅 阿姨 不是 小雅阿姨是之前给爸爸治疗的护士 这一次也是她带我来找你的 我除了你妈妈 不会爱上其他人 我才不冷 你还是把衣服穿上吧 我才不要穿白大褂 我只穿小裙子 快点穿上 要不我们不过去了吧 我们直接去找妈妈吧 我们走丢了 你小雅阿姨说知道你们在哪 我才一直跟着她的 行 那也是我们的朋友 叫做王冰 之前还跟我们一路 后面受伤去疗伤了 想不到吧 我还能站起来 赵琪呢 赵琪死了 赵琪死了 真的呀 又我们逃走没有多久 赵琪就被那个精神病的爸妈 直接弄死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能带你去找赵琪的尸体 我还知道江测身上有个手链 这也是之前那个蜘蛛人 不攻击她的原因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来医护士 我老爸是SSS 即恶灵解手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妇 踪及boss 但我却是个残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即鬼衣服本里 任S即恶灵当女儿 什么手链 就是一个恶灵给江测的手链 具体什么用我不知道 但确实能够避免恶灵的攻击 所以你现在信我了吧 赵琪真死了 就是因为江测的手链 所以才死了 江测在哪 我想要得到她的手链 所以设计陷害她去找一个恶灵麻烦了 对了 哥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怎么把恶灵杀死的 没有 我没有杀了她 那你怎么得到的能力 根本就不需要杀死恶灵 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只要恶灵愿意 她就能将能力赐予你 她为什么会愿意 很简单 我答应帮她狩猎 帮她抓人类回去 她赐给我能力 英哥 你能先把我解开吗 英哥 你能带我去找那个蜘蛛恶灵吗 我也可以提高搜寻人类 帮她找猎物 你自己单打独斗的 一定也很想有个同伴吧 所有人都说 强者总是孤独前行 只有弱者才成群结队 这句话 我一点都不赞同 我认为强者更需要同伙 你不怕我没有告诉你 这里面的危险吗 乍一看 你和江测都是被恶灵利用 不过你这里比她更划算一点 难道没有能力 就能不死吗 我可以带你去找江测的 而且江测这人 还是可以利用的 刚刚我骗她去送死 她一点犹豫都没有 这点我信你 你们这群人对付正常人不行 精神病可是一把好手 爸爸 他们真是你朋友吗 对啊 小雅阿姨还会带着我们 去找你妈妈呢 爸爸 我会寸步不离跟着你的 谢谢你啊小雅 多亏了你 我终于找到我女儿了 江测 爸爸 这个是你的朋友吗 对啊 团团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小雅阿姨 这是王冰叔叔 两位 这个是我的女儿 团团 呵呵 小朋友 来把眼睛闭上 叔叔给你一个礼物 我让你走了吗 叔叔 在这里随便布置自己的东西 是很不礼貌的行为哦 叔叔 你和小雅阿姨 带团团和爸爸 找妈妈 团团很开心呢 叔叔可以抱抱团团吗 但很快她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小女孩揽着她脖子的手 十分用力 她甚至能听见自己脊椎咔咔作响 看来 叔叔你真是一个坏人 可惜 团团在爸爸面前 是一个好孩子 等爸爸不在的时候 团团再来处理你哦 要乖乖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看出来 叔叔应该是有心脏病吧 我看别人有心脏病 都是这么抽的 团团 你有没有想过 换一个爸爸 王冰 我看我们之后 还是分开走吧 是啊 你还是和我们分开走吧 对不起 我没有其他意思 我就是看团团太可爱了 想要认她当干女儿 哼 我女儿自然可爱 对呀 团团真的很可爱 我看见她第一眼 也想认她当干女儿的 好啊 那我们就一起走 我们一起去找妈妈 诸位 今日9号副本这件事 你们怎么看 我认为不行 这就是一种戏弄 过家家玩法的人 纯粹是傻子 普通人想去送命就送吧 就是恶灵玩笑 兴致的给她技能 谁知道这个技能 有没有动手脚 说不定就是一个定位装置 即便从副本逃脱 等现实猎场降临的时候 一样逃不掉 杀戮才是正义 只有亲手斩杀 恶灵获得的能力 才能永久的 属于自己 才没有任何阴谋诡计在里面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当女儿 我老爸 即恶灵最首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屠夫 中级boss 但我却是个残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即恶灵当女儿 我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一天一夜没有睡觉 也能保持着如此精神 爸爸 团团不要认其他人 团团只要爸爸 爸爸和妈妈 爸爸 叔叔好像有事情要做 他不想跟我们一路了 要不之后 我们和小雅阿姨 自己去找妈妈吧 叔叔有事 就让他自己去忙 行吧 天亮了 你肯定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忙 不好意思啊 让你跟我们走了一路 主要是女儿怕黑 而且晚上也不安全 谢谢你跟着我们了 如果我走了 你一定要将你女儿好好抱好 不要再让她走失了 你放心 我这一次肯定不会让女儿 离开我身边了 那就好 我也相信你 江澈 你爸妈那边 你走这么远 跟他们说好了吗 他们说让我放心去找 说不管明天有没有找到 明天都会来找我 爸爸 我有点困 我想要睡一会儿 那你快休息 我会一直抱着你的 江澈 你脖子上那个东西 这个啊 这是团团给我的礼物 叔叔 你在想什么呢 在想什么呢 叔叔 在想怎么对付我爸爸吗 你不能杀我 我是蜘蛛恶灵的奴隶 你不能杀我 奴隶 这个世界最不值钱的 就是奴隶了 还是一个被榨干了价值的奴隶 此时的江澈 不知道在哪找了一个破旧的遮阳伞 打在头顶遮住烈热的阳光 清晨的光很烈 从太阳出来 就在赤烤着大地 小雅不断地擦拭着鹅脚的汗水 江澈面部也有着细密的汗珠 他不明白 副本的晚上这么阴冷 为什么太阳刚出来就这么热 清晨本是最凉快的 此时却让人感觉燥热焦灼 爸爸 我们去哪里 小雅阿姨带我们去找你妈妈 她说快到了 小雅阿姨 我们是不是都走偏了 走偏了吗 对呢 你想去的方向不是朝这边走吗 你知道方向吗 对呀 可能是母子之间的心灵感应吧 我感觉妈妈就在那个方向 对对对 就是那边 是我走错了 没有想到团团小小年纪就能实路 这可是诡异副本呢 你真的太厉害了 当然 可能这就是母子心连心吧 我要是也能和团团有心灵感应就好了 爸爸想要和团团心连心吗 想啊 我真怕再把团团弄丢了 以获得技能 独心可绑定一个对象 感应对方的方位 意识与想法 每次只可绑定一个 请选择绑定对象 以获得技能 独心 以绑定对象 团团为结绑之前 不可绑定其余人 可感应对方的方位 意识与想法 爸爸只需要想一想 就可以和团团说话哦 以后我们就可以说悄悄话了 可以听见我说话吗 听不见 这个意识里面 是不是以后 无论团团在哪 我都能找到团团 对呀 即便是爸爸明天离开 也可以一直和团团说话 知道团团在哪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来医护士 我老爸是SSS 即恶灵献首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子 中级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绵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即鬼异副本里 任S即恶灵当女儿 姜彻 你老婆就在这里面 里面哪里 最中心的位置 团团怎么了 怎么一副担心受怕的样子 爸爸你在这里等我好不好 我和小雅阿姨进去找妈妈 团团只是想第一个见到妈妈 惩罚爸爸把团团弄丢了 爸就在这里等我好不好 如果遇到陌生人 团团会马上来找你的 走吧 我们进去找人 他不去吗 我们找到人 他就过来了 可是如果他不去 我就没有办法找到人呢 除非他给我信物 不然他老婆不会相信我的 他把手腕上的手链给我 这样他老婆才会相信我 没有信物 我就是信物 现在进去找人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庄园很大 两人走了很久都没有到城堡的位置 一转头 小雅便看见了几个熟人 我终于见到你们了 别过来 你是谁 我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小雅呀 之前我看过资料 确实有这个人 那小孩他是谁 之前准备的资料里 没有这么大的小孩 三人来到红桌精神病院 其实是做了两手准备 一是在红桌精神病院休息 毕竟他们还不想到红桌的经历 二则是预判了红桌精神病院 可以这样做 光锁起来 看看能不能弄出 他应该就是这里的boss了 确实是人类 找个地方躲着吧 等会你还有用 不出意外的话 他就是看门的恶灵 搞快点 八音盒短时间内 就只能使用两次 发条结束就停了 妈妈呢 神经病有个毛线的老婆 你是僵侧女儿 骂你就在找妈妈 你们都该死 放弃吧 我这八音盒 每天两次使用机会 困你十分钟不是问题 十分钟足够解决你了 团团 你怎么了 我没事 爸爸你好好的待在那 等我出来找你 团团别怕 我来救你 这一次 我不会再把你丢下 你们真的该死 哼 有什么事到地狱里去说吧 朋友们 这一次的恶灵 不得不杀死了 这一次的技能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我来吧 下次我们轮流 我们人类有句话 这就是我们的热血组合技 此时团团站在 八音盒的火焰中 火焰在他身体表面燃烧 但他的身体却完毫无损 就这样了吗 你们两个是不是在相互算计 这种时候你们要是在相互算计 我第二段控制也不续了 要死一起死 不是兄弟 我一半真没法 你怎么这么想我呢 我第二手都挥断了 你还怀疑我在打假赛 兄弟 我们真没办法 你再续一波节奏 我们一起跑 对对对 回去再重新商议 怎么解决 我们还有一天的时间 他拿技能 你拿我的音乐盒 哎 不是你怎么这么想 虽然我确实眼馋 你的音乐盒 但现在真不是 小李 等会还我 我们现在先跑 这恶灵太强了 技能真没效果 赶紧跑吧 大佬们 带带我 带我一起离开 求你们了 你再不跑 可就跑不远了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 你真知道妈妈的消息吗 爸爸 团团没事 团团很安全 我不信 你让我看看 你顺着位置 过来就好了 团团真的没事 有事的是小雅阿姨 小雅阿姨她 为了保护团团 死了 我有 我有 我有姜车老婆的信息 等爸爸来了 我们一起把小雅阿姨买了吧 等会我就跟爸爸一起 把小雅阿姨买了 让她入土为安 我老妈是SSS 极恶力 来衣服 我老爸 极恶力 叶手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屠夫 终极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绵的普通人 小雅生死了 姜车终于找到老婆 团团发现 丁明是领域终极BOSS 坏人都跑了 爸爸不用担心 可能是怕 小雅阿姨的亡魂 找他们吧 人类 恶名 妇女 找妈妈 真是有点意思 老公 千鞭是你吗 你 此时大脑里 那个黑色的阴影 开始与眼前的身影重合 这人类也有点颠颠的 雷着野心 还不顾一切的 想要去饮酒 好玩 爱玩 老公 阿宁终于找到你了 嘿嘿 我带你去找女儿 我们一家可以团圆了 都是我不好 让你们受苦了 此时团团还没有从 八音河里的困阵里出来 她还死死地盯着小雅 老婆 我这两天真的很开心 找到了你还有女儿 呀 短短几分钟 人呢 你藏哪里了 我找不到你了 藏得这么好吗 阿姨 你在找什么呢 爸爸知道小雅阿姨死了 一定会很伤心吧 到时候团团会和爸爸一起 把小雅阿姨买咯 团团 爸爸带妈妈过来一起找你了 我找到了 此时 她看见江车背上背着一个 有些瘦弱的女儿 这一定就是江车妻子吧 真是一个瘦弱的人 这一点路都要爸爸背着 大人 求你放了我爸爸吧 我做什么都愿意 你们是妇女 对 你恢复了恶灵前的记忆 没有 那为什么 因为她对我很好 她很干净 大人 求你放她走吧 以后我会猎杀更多的人类 来偿还您的恩情 如果 如果我要你命呢 主动与我融合 壮大我身 爸爸 记得找到小雄 把她藏到一个只有你知道的位置哦 你获得技能 反升 死亡后鱼 玩偶处反升 恢复80%状态 备注 爸爸别怕 还有反升哦 团团 怎么了 爸爸 那个技能是什么 这可是团团的绝招哦 大人 我答应你 你也答应我放了她 记得吗 虽然恐惧能让我变强 但自认识 他我才发现 恐惧的味道真的挺难闻的 第一次有人给我带礼物呢 我很喜欢 团团闭着眼 但等了好久 都没有感受到生命的消亡 真高兴啊宝贝 我们一家人终于重新团聚了 宝贝快过来 妈妈想C你了 都瘦了 这是什么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因为很仓促 所以已经是我能找到的 最好看的东西了 爸爸 小雅阿姨她 我带你过去吧 小雅她 我都还没有来得及 跟她说一声谢谢 就是因为她 我才找到你们的 走吧 我们一起去把小雅阿姨埋了 你们在旁边休息吧 我自己来埋 团团不怕 小雅阿姨是因为我才会这样 我不怕 我也不怕 这是为了救团团才会这样 我不会就这样看着的 咱们团团真好 长大了 等会我把尸体放进去 大家一起填纱就好了 我老妈是SSS 极恶与衣服 我老爸是 极恶与衣服 我的妻子是鬼衣服 中级boss 但我却是个残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即鬼衣服本里 任S即恶灵当女儿 大人 不要叫大人 叫妈了 妈妈 你也喜欢爸爸吗 我没有想到当初借给你衣服 你会对我回馈这么大的善意 只可惜这里是什么副本什么的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 不然我会把你带回去了 小雅现在并没有死 还有一丝呼吸在维持着 这种感觉 我从未感受过 大人 妈妈 求生者这么多 不差他一个岛 能不能放他离开 你知道的 咱们各个副本 是由各个领主作证 而你们 其实算是我的子民 爸 妈妈 等猎场降临 我会为您冲锋 你们看挖到什么了 这是什么东西 团团你们先别过来 谢谢 你在说什么 这不是他自己挖出来的吗 9号副本出口 已经开启 请各位求生者 前往逃离 9号副本出口 已经开启 请各位求生者 前往逃离 他不知道什么是出口 但他有一种 很强烈的感觉 自己面前这个光门 就是出口 团团 爸爸挖好了 我们和妈妈一起 把小雅阿姨埋了吧 妈妈 走吧 一起 随着原本的土坑被填上 那泛车 就消失 9号副本大门 已关闭 请各位求生者 继续努力 小雅阿姨 谢谢你 爸妈等我们很久了 我们该回去吃饭了 有人开门也好 到时候求那位大人 放走儿子一个 应该不是问题 小姐 对不起 是我的问题 不过话又说回来 赵强就没有错吗 如果不是他以前 一直觊觎我的道具 我最后也不会起疑心 我都说了 那是真的打不过 不怪你们 只是没有想到这个恶灵这么强 我们在进入副本之前就说过 一旦进入副本 无论如何都不能相互算计 而且现在出口已经开启 那个方向 等一等吧 等明天 位置我们已经知道了 明天咱们的副本道具次数恢复 我们再过去 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 他们没有急于衣食 他们要休整一下 恢复队伍的实力 而且也能观望一下 会有多少人死在那边 之前我们想的没有错 那个小恶灵 必定和副本的出口有关 它应该就是关键 谁现在过去 谁就是傻的 爸爸 爷爷奶奶在哪里呢 快到了 还有半小时左右吧 爷爷奶奶 穿的也和你一样吗 爸爸 你穿着白大褂 你是医生吗 爷爷奶奶也是吗 我不是医生 但是爸妈他们穿的 确实跟我差不多 不要紧张 丑媳妇早晚都要见公婆的 谁丑了 放心 这一次 除了你和家人 谁都出不去 出去 出哪去 我看其他家庭 你身为一家之主 你需要出去赚钱养家的啊 虽然舍不得妻女家人 但还是得出发啊 我知道了 我不会让你们 跟着我吃苦的 好啊 爸爸是团团的大英雄 女儿也太轻了 一点重量都没有 一定吃了很多苦吧 都是我不好 要不 你把自己重量调移掉 稍微调重点 我不 奔奔的爸爸也很可爱 爸爸 要不你也抱一抱妈妈吧 团团可以自己走 那就委屈团团了 果然 都是我不好 他们跟着我真的受苦了 以后不会这样了 儿子快回来了 快回来了吗 嗯 快了 估计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我老妈是SSS 极恶灵 医护士 我老爸是SSS 极恶灵 变手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 公级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络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 极鬼 医护本里 任S 极恶灵 当女儿 此时桌面上 除了许多的压缩饼干之外 还有速热小火锅一类的食物 应该没有坏东西 但我不知道哪个好吃 要不你试试味道 看看哪个好吃一点 我又不是人类 我哪知道这些东西 那怎么办 要不抓个人类来 行 还有半个小时了 快一点 不然儿子都要回来了 此时全部求生者都怒了 大家四处搜寻 想要找到偷犯贼的踪迹 寻了一圈 一点影子都没有看见 不说我这次能不能活下来 如果不能的话 我怕是第一个饿死鬼了 这才是真正的绝望吧 是有人知道自己出不去了 然后才偷走别人的饭吗 其实我是不饿的 我背包里也准备了很多压缩饼干 但这是我最后一顿 嘿嘿 抓到了 你 说一下 这些东西哪个好吃 说话 这 这个 这个好吃 恶灵吃人类的食物 还问他哪个更好吃 这么多饭 超了所有求生者老挝了吧 还有什么 我的意思是 还有什么好吃一点 外面那群人看见我的直播画面 一定会震惊吧 恶灵竟然喜欢人类的美食 这是我熊杰一生中最牛逼的时刻 当他看向那两个恶灵 只见他们拿着他选出的三份食物 站在餐桌前 埋头琢磨 要不再问问那个人类 你 过来 把这些弄好 你就只有十分钟的时间 除了桌上这三个 再挑十个出来 一起做好 行动起来 别浪费时间 很累吗 不是 为什么这么多汗水 不 不是 我就是开心 激动 幸福 还有些 你们在说什么 此时团团毒疆彻此时内心的想法 无数的念头被他读取 乱七八糟的 给团团买自行车 给老婆买漂亮衣服 首饰也不能少 老婆真漂亮 女儿真可爱 昨天妈妈做的饭真好吃 一生中最幸福快乐的时候 只听说过黄埔江 还没有带老婆女儿去看过 下次一起去坐摩天轮 以后你主动跟他沟通 他才知道你想说什么 好 爸爸 摩天轮是什么 摩天轮啊 我也不知道 但听说可以坐着飞到很高的位置 很漂亮 很浪漫 很刺激 叮咛咒着眉 那种被窥视的感觉越来越严重 而且这种窥视感 不像是副本里人类的窥视 更像是外界 下一秒 在小雅的尸体所在地 又一次绽放出刺眼的光芒 那我们下次一起去 好 以后我们一起去玩 那里就是我爸妈在的位置 爸妈 我回来了 丁宁和团团瞬间愣住 两人心中生起同样的想法 今天血涂不在家 血涂夫妇被杀了 你这么虚弱 爸妈会理解的 丁宁端端正正地站在江澈身后 做了十足的防御姿态 老爸 等会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之间都不会变的 爸妈 我带老婆女儿回来了 终于回来了 快进来吃饭 你 你 他疑惑地看向江澈 说好的戴儿媳 你把领主带回来是什么鬼啊 他发现自己不止缺席了江澈 从小到大的成长 现在还缺席了他这诡异的两天生活 爸妈 老婆 爸妈你们是感冒了吗 为什么还戴着口罩 爸爸长得不好看 他吓到儿媳了 见他不害怕 我就放心了 爸妈 初次见面 很抱歉 这些年没有带孩子来看你们 这么晚才登门 您快请进 爸 您不用这么客气的 好了 我老妈是SSS 极乐林 来衣服室 我老爸是 极乐林 最首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子 终极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终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即鬼一副本里 任S 极乐林当女儿 小宁 过来吃饭了 不好意思啊 不知道是你们 准备的食物 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爷爷奶奶 乖孩子 爷爷奶奶 家里还有其他东西吗 地下室里还放了一些食材 要不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下 我能一起去看看吗 去吧 宝贝 老公 你如果有朋友的话 可以带朋友一起来吃饭呀 啊 有吧 但是不在这里 他都离开好久 不过他肯定有自己的原因 以前我们可好了 你认识一个人类 叫江澈吗 不认识 但我知道他 是院里的一个精神病 精神病 什么意思 精神病是一种 人类情绪 思维 意识上的思维障碍 和一般人类有区别吗 呃 如果真要说的话 在精神方面 他们是人类中的异类吧 走吧 爷爷 我们也该回去了 最后该加餐了 别说他 我等会有问题要问 等会妈妈 应该还有问题要问他 不用当食物的 妈妈 一个人类 被人类当异类 是什么感受 我不知道 老公 等下次我们回你长大的地方 看看好不好 我都还没有去过 还是不要了吧 那没什么可看的 我听说有很多地方很好玩 下次可以带你去 以前我听好多人说 喜欢和一家人旅游 等一等 我拿个东西 我这也没有什么东西 这是礼物 吸接人类的壁骨 喜欢就好 爸爸 爷爷刚刚给团团礼物了 团团好喜欢 儿媳 这是你的 谢谢爸爸 我很喜欢 好好好 送礼物不跟自己说是吧 这是我们老两口一起准备的礼物 爸妈 这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你们收好 这是我之前得到的 但我那里没有合适的组合 所以就一直留着了 戒指一旦戴上 你们俩生命就会缔结 一人受伤另一人会平摊伤害 一方死亡 另一方会在很短时间里被吞噬 除了平摊伤害之外 一旦戴上 双方的实力都会有加成 可以想象成可以短暂的借用 另一方的力量来增幅自己 不过后遗症便是恢复机会更久 建立 短暂抽离另一方的实力增幅自身 损耗度50% 这太贵重了 阿彻之前 多谢你们照顾了 谢就不用了 他叫我爸爸 照顾儿子是我们应该的 先吃饭吧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就什么都准备了一点 好好吃 我从来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 这个也好好吃 那你再尝尝其他的 不是 怎么哭了 不是 只是太好吃了 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以前都没有见过 很美味 以后我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 好 晚饭后 将车在二楼的床上 四个恶灵齐聚一楼可听 其实我们都在想 今天这顿饭之后 就带他来找你的 即便他今天带回来的 只是一个普通人 我们也会带着他们来找你 我看出来了 只是您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灵魂一旦被碍 血肉就会疯狂生长 最后我只想问一下 真的没有人为我发生吗 你们吃的都是我做的 而我就要在地牢饿肚子吗 凭什么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 来医护士 我老爸是 即恶灵 是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子 中级boss 但我却是个禅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即鬼一副本里 任S即恶灵当女儿 你们以后就叫我小宁就好了 我想去地下室 看一下那个人类 在人类里 当异类是什么感受 被人类当异类 结局就是排挤海游 你们的那些食物 是所有人都可以吃的吗 嗯 这就是人类最常见的食物 没有任何问题 那你嘴里的异类 也吃过类似的食物吗 如果您问的是 那些山珍海味的话 他们应该是没有吃过的 人类也有身份地位财富的区别 像僵侧那种精神病 能吃饱就已经很不错了 食物味道是次要的 你在人类中 身份财富地位算高吗 算中等天上 以获得技能 事后 置野 作为领主的事业之灵 为其勘察信息 实时共享 生死受领主控制 这TM在他面前的 是9号副本的领主 他还获得了其次语的技能 老子逆境求生 绝境翻盘 主人 你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问你几个问题 然后 我希望你为我做一件事 主人 你想知道什么 我一定知无不言 对了 主人 咱们的一切都被监控的 这一点要不要防一防 熊杰毫不犹豫 就将直播的事情告诉了对方 有点意思 这种级别的物品 不该落到人类手里吧 放心 应该无人关注你这边 怕是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被出口吸引了 如果精神病得不到 和正常人类对等的身份地位 那他们平时都在做什么 听见丁宁的问题 熊杰张嘴正要说出的人类心密 直接憋回了喉咙 那不是精神病 红柱精神病院也不是治疗的地方 说是精神疾病 医院却不进行治疗 日常的检查也是以身体健康为主 吃的食物也是不注重口味的营养餐 每当有配型成功 或者宿主有需求 那么就是这些病人出院的时间 熟悉的人都知道 那只是一个人体器官中心 那他们有家人吗 有些有吧 有些没有 但是在关入精神病院之后 即便有家人也没有了 被关进这里之后 即便没有精神病 也有了 人类有一种职业 叫做心理治疗师 很多正常人 确实会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但大多都是居家治疗 好了 你先在这待着吧 直播这件事 之前我没有想到 但之后 我需要大家演出一副胸臥 戏弄人类的模样 一开始 我们也没见到表现的 有多少善意 还有 不要跟他提起那个朋友 检测到您的心率 正在不正常下降 请起身活动 不是 怎么会这么冷 以前九号副本 没有这么强烈的温差变化吧 你怎么不说 以前九号副本 连出口都没有 这是在逼求生者闯关吗 见过很多种死亡 这还是第一次 看见有人冻死 成片的雪花 开始落在那光门上 一片一片 光门开始覆盖一层薄薄的冰霜 门前守着的恶灵 不知道何时消失不见 似乎也在躲避着这言寒 守门的恶灵不见了 小姐 打火机 打火机 把冰烤了 但下一秒 雪花片片片落下 眼前的火 熄灭了 她滑动打火机 准备利用自己道具的第二次机会 火焰的小狗 刚刚升起 熄灭 小姐 我不知道啊 大家有什么底牌 突破这冰块 就用出来吧 这应该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不会是你藏桌了 这时候了还在相互算计 我真是 藏你妈 你们谁能开谁开 我不争第一 我只想出去 出都出不去 收集再多有什么用 现在怎么办 现在能做的 应该就是等天命 这鬼地方的温差这么大 天亮之后 出口出冻结的冰 应该很快就会融化 那才是我们出去的机会 风雪消失之后 恶灵也会出来了吧 所以我们就只有那一瞬的机会 消融的那一刻 逃出去 呵 不等天亮 我都快被冻死了 兄弟们 外围总要轮流来吧 总不能光是我在外面 替大家挡放 对不起了小李 姐撑不下去了 你看吗 你们别过来 人不畏己天诛地面 副本大门正在关闭 十分钟后 将于副本随机开启 我 出口随机出现 出口随机出现 在哪里 反正出口出现的时候 会有提示 分开走吧 说实话 现在我有点不相信你们了 一起走有什么关系 万一救赎之道 就像刚刚一样 在别人身上呢 总要有人活着吧 9号副本 逃生概率 0%至1% 备注 SSS及副本 从来都无法逃生 但与其余副本相比 死在恶灵手中 算是一道安慰了 为找到出口前的 9号副本 被命名为绝望 找到出口后 副本名称 暂不做更替 第一次大门打开的时候 好像确实没有感受到寒冷 和出口随机地点出现一样 风雪也是随机事件 所以即便我们不抢衣服 多等几分钟 门也会消失 门的位置也会改变 我们现在全力冲过去 大概半小时的时间 要不再等等 应该一会儿就关门了 等下一次随机开启的地点 说不定要离得近一点 过去也不用那么费功夫 大人 猎场降临 我愿意为你冲锋 我来不是为了 猎场降临的事情 我想要你的技能 给一个人类 领主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控制这个人类 使命必达 我的意思是 不做手脚 是 他对大地有着一定的控制力 主要的技能有两个 重力场土盾 重力场 以自身为中心 形成半径500米的重力场 重力等级可调节 土盾任何时候都可以钻入大地 进行前行 虽然给技能 但是却不能直接给 需要演绎出戏 人类有直播的画面 我想隐藏一下 领主大人 这一点我有计划 什么计划 届时我会在自己领地里 放一个东西 只要它触摸 就能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获得我的技能 会不会有点假 据我所知 人类对恶灵也很了解 知道能够没有副作用 获得恶灵技能的 只有杀掉恶灵一个途径 大人 并不会如此 这个方法 据我所知 也有很多恶灵使用 他们在人类社会中安插的棋子 也借着这个办法 获得了技能 没人知道他们是棋子 他们自己也不会乱说的 大人 您需要我安排什么技能呢 重力场 还有土盾吧 大人慧眼 我的荣幸 最短时间里 将事件安排好之后 告知我 副本里人类还活着一部分 之后我会安排你 莉莎 将你调理 领主大人 已经在布局 各位可以行吗 母亲大人 有很多人类 和咱们恶灵在一起吗 不是 或许有吧 但很多 目的只是为了利用 再去找几个吧 除了保密 也要一些攻击的招数 安幻 我需要你的技能 我知道 辅业都跟我说了 辅业还说 你终于开窍了 懂得征战了 明明是很诡异的画面 但团团却看得十分入神 有一种想要被气吞噬的冲动 你别逗我女儿了 别把她玩坏了 女儿 你怎么会 有这么天赋 这么差的女儿 而且怎么来的 也没有听说 你孕育生命了 和哪个恶灵繁衍的 讨厌 讨厌死了 小东西说两句 脾气还很大 我找了个配偶 找就找呗 不喜欢了 就抽干滋养 自身就行了 这小东西你孕育的 实力有点差啊 给我玩几天呗 我不打算抽了它 我这个配偶有点特殊 哦 其他副本的领主吗 也行 就是不要被别人吞了就好 你傻兮兮的 虽然强者才能配你 但被吞了 可不好玩了 知道人类检测副本的道具吗 好像是一种直播 知道啊 我早就弄了掩盖的东西 我以为你不要呢 有就好 等会儿带你见见我的配偶吧 他比较特殊 是这个小家伙的爸爸 这绝对不行 他比较特殊 再特殊都不行 我现在就去杀了他 这小东西也给我吞了 我这个配偶有点特殊 他是这小东西的爸爸 也是一个人类 在特殊都不你说的这个配偶 是一个人类 一戳就死的那种吗 是这样的没错 所以你可以这样戳团团 但是不要戳他 真的一戳就死 人类怎么会是个人类 人类是怎么孕育出恶灵的 不是他孕育的 算是领养的 倒是没有想到 你还这么有责任心 还养小孩 还有他爸妈呢 也是恶灵 我老妈是SSS 及恶灵的医护肤 我老爸是SSS 及恶灵的医护肤 我的妻子是鬼子 攻击BOSS 但我却是个孕育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及鬼医护肤里 任S及恶灵当女儿 依依 爸爸是个好人 父母是什么恶灵 父母是血土 以前我都没有怎么接触过血土 现在感觉那两个还挺好的 不会也跟你们一样 是因为各种巧合机缘相识 这不带我见一面 那必须的啊 我今天来找你 最主要的还是想要你去跟他见一面 他很可爱的 你以后啊 一定要好好的 一定啊 我还想着下次去猎场找他玩呢 他说要带我去人类的世界 去做那什么摩天伦 以后如果去了人类社会 回来告诉我 那里是什么样子好不好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看见 你有喜欢的人类了 舍不得 以后我还想把我们这里 都布置成人类社会的模样 到时候一定很好看 傻不傻 你觉得好看 其他恶灵可不一定喜欢 你就把自己的城堡 布置好就得了 也是 不过好了 我还有急事 对了 你也准备一个技能书呗 你这个魅惑的技能 也给他复制一份 还有防偷窥的设备 也给我准备一个 我想屏蔽一下 这些人类的视野 好 你去忙吧 迟一点我来找你 母亲大人 这些技能都太强了 比我那个强太多了 不一样 你的也很好用 接下来 肯定是要给爸爸 安排两个攻击技能吧 呃 还是保命技能 再来两个吧 攻击技能 一个就够了 一夜过去 丁宁又联系了两个恶灵 让对方设置出了技能书 都是保命技能 其中一个是镜像 吸收攻击自己的技能伤害 存储能量 可以记录敌人招式 将能量用同等招式用出 另一个则是侦察 观察对象的实力信息 眷红对自己带有敌意的人 而僵车那个攻击技能 是他准备的 叫做降临 恶灵可附身 降临人类 根据人类自身实力发挥出 等比例的力量 请求生者前往 逃生口将在半小时后关闭 狭解身边 八人接连 明明刚刚还在 在看见自己一晚上都在幻境中 朝着逃生口奔袭 一晚上的触手可及只是虚妄 爸爸早安 你们去哪里了 他看了一眼自己所在的房间 墙上挂满了刑具 上面还粘着不知名的屋渍 我们给爸爸准备东西了 等会爸爸也按照我们的安排 做点事情好不好 团团哄着僵侧 心里有点舍不得 没什么舍不得的 以后还能相见的 爸爸你去地下室 那里有个爷爷奶奶的朋友 也是个好叔叔哦 这个叔叔说了 之后要他会带爸爸好好工作 我知道了 我会努力的 不会辜负大家的期望 熊杰缩在墙角 将头埋在膝盖里 他听主人说了 等会儿会有一个叫做江澈的人 过来找他 叔叔 我终于找到你了 快 快来放我出去 叔 走吧 之后我就跟着您了 观着他出去 出门后寻找逃生们的位置 丁宁靠着熊杰身上的 赤后技能 也能如直播一样 看着江澈和熊杰一举一动 做好你自己的 做什么都带着他 他的行为无需理会 说 你饿了没 要不要吃点 不 不用 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 江澈都觉得陌生 来的时候 家附近都是一幅大火 和废墟的模样 这才一天的时间 那焦土之上边长出了绿色 只是空气中血色粉末太多 覆盖了一层血液 观众看见更是认不出 这就是血涂的家 爸爸 咱们这里就是天气这样的 团团 你和妈妈去哪里 我好想你们 妈妈上班去了 我也上学了 爸爸修 和小孩子一样 爸爸 我听说你要跟着熊伯伯出去打工吗 对啊 只有这样 爸爸才能给你买更多的小裙子 给妈妈买好看的礼物 爸爸 你外出打工的时候 团团会和妈妈爷爷奶奶过来送你的 我会努力的 以后努力成为一个大老板 让大家都不这么辛苦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当女儿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当女儿 我的妻子是鬼子 终极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终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即恶灵当女儿 出去后 你想做什么工作 我不知道 说你安排什么就是什么 我都可以学 如果真能出去 我肯定给你安排轻松钱多的工作 叔 我能吃苦的 有的学就好 我就想好好学点东西 赚钱让家人过得更好 爸爸 妈妈给你准备了东西 你等会儿顺路去拿一下呗 就你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 我不想跑了 你们跑吧 死就死了 救我 救我 加油 大家再加油一下 加油 我们需要躺过这片泥泞 你没有问题吧 我没问题的 我很能吃苦的 叔 我什么苦都能吃 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运气挺好的 运气 我觉得我运气一点都不好 等一下 我踩到个东西 什么 这是什么 获得技能 土盾 他说我获得技能 土盾 你运气真好 我也觉得我很幸运 我真一点都跑不动了 我也是 把我的打火机还给我 他今天的次数已经使用完毕 现在 他要用灵魂来启动打火机 和眼前这个恶灵 同归于尽 丁宁正在阿花的领地等待着僵侧 出口芥石也会开启在这 你感觉自己是真心的吗 我是认真的 我很确定自己喜欢他 换了 等会你就装作猎杀他的样子 然后替换一下直播的画面 然后我们把其余的技能给他 你放心 我的演技可是很好的 你可不要告诉他 我擅长幻术 你不让我戳 我后面还想用幻术逗他玩一下 幻术这东西 他肯定会被你骗得团团转 他真的很笨 他快过来了 阿花准备好没有 放心 我直接一个血口吞噬 吓得他屁滚尿流 他才不会呢 我叫他过来的 他肯定不会害怕 我们快走吧 出口不知道能停留多少时间 出口 出去 是哪里 出去 出去就是出去啊 那出去后 是不是就离开这里了 团团 这是离开副本吗 阿宁还有你 会跟我一起走吗 不会 你只是出去工作 出去打工 我们随时可以联系 我们不会再分开 那需要再等20年 我们才能见面了 不会 短暂的分离 是为了永远在一起做准备 你必须要离开 这样以后 我们才可以永远的在一起 以后你还能回来 我也能出来找你 放心 不会10年20年 也不会一两年 看看 我知道了 出去就是离开副本 只要穿过那个出口 我们就能离开副本 原来这就是离开副本的出口啊 对啊 副本里我们是不能久待的 只有三天时间 三天的时间已到 没有出去的求生者都会死亡 不从副本里离开的都是恶灵吗 对啊 恶灵的天性就是杀戮人类 人类也需要从副本逃生 还有杀死恶灵来自我成长 恶灵都是坏的吗 对啊 天性杀戮 恶灵也会来人类的世界吗 会所以这才是人类想要变强的原因 若是不努力变强 就在猎场降临的时候 人类将会面临一面倒的屠杀 那我以后会努力让人和恶灵和平相处 打造一个人与恶灵和谐的社会 你爸爸真是个傻瓜 看见前面那朵巨大的花没有 小声一点 不要给他吵醒了 就是他啊 我老公是一个人类 这样的话我就开始演了哦 等惠儿一接近 你就朝着光门冲 不要回头 爸爸 你装作撇到头顶的花 然后带着熊伯伯 以最快的速度 朝着出口跑去 记得装作努力摸门的样子 叮咛还有团团没有阻止 熊杰将有关恶灵的一切告知江澈 这些东西 他早晚得明白 随便他啦 放走一个人类而已 我又不缺这一个猎物 好 观众瞬间急了 因为最后那一秒 真的看不清江澈和熊杰 有没有逃出来 熊叔 我们出去了吗 没有吧 应该是弄错了吧 这一次可能真的要死在这里了 哦 那就等一等吧 等什么 等一会儿就能出去了 王花 江澈呢 快弄出来 我们还要见最后一面呢 他 刚刚 我没有演好 他出去了 我时间上没有把握好 他一下就摸到出口出去了 团团也疑惑地感知了一下 江澈所在的位置 没有任何感应 出去后会断联吗 断联就断联吧 下次你们去人类世界 找他不救世了 阿花眼睛眯着 阿花一时放在自己位 他正在慢慢地融化两人 他要让这两个人类感受痛苦 敢用幻术欺骗丁明 他要让这个人类知道什么是作恶的代价 还要等吗 再等我们就死了 嗯 再等一等 笨蛋爸爸 断联了 肯定要担心死 跟我比起来 他才是小孩子 下次就见到了 就是怕他遇到危险 我还有好多东西 没有给他呢 我都把玩偶给爸爸了 让他藏好 还有反生的 爸爸也该学着成长了 这可不是你这样小孩子该说的话 等下次猎场降临 我也要出去 他正老实 肯定会被人类一顿欺负 我倒不担心 他安全 这些技能足够他保命了 就是怕他被人利用 阿花 我本来想好好给他介绍你的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阿花 我真不知道 他回了人类的世界 还会和我锻炼 你有什么好的联系方式吗 其他副本那些 安插间谍的SSS领主 是怎么做的 我不是想控制他 我就是想偶尔说说话 我骗你的 刚刚就是逗你们玩的 阿宁 我好想你 等出去后 小车就劳烦你照顾了 好了 马上东西给你 你就要离开了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好朋友 这是我的老公 江车 你好 阿宁的好朋友 之后我外出打工 阿宁就要拜托你帮我照顾 你好 我叫阿花 你刚刚没有吓到吧 没呢 阿宁叫我过来的 能有什么事 阿花你刚刚不小心 咬到他了吗 没有 我怎么可能咬到他 我只是没有想到 这居然是个这么普通的人类 熊鞋在旁边瑟瑟发抖 一点不敢插话 生怕下一秒 他们就把他搭了 我还给你准备了好些东西 但是之前有限制 所以我就一直留着 直播 是什么东西 就是咱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被大家看呀 但有些东西需要回避一下大家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吗 只看见丁宁 从一侧的台上 又拿来了两个技能球 还有个技能 是我特别给你准备的 降临 恶灵以人类身体为素 降临其身 使用超过身体强度的力量 会对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 这样吧 你是不是随时可以来找我 如果你没有危险的话 我是不会来的 降临的代价很大的 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我不会遇到危险的 如果我遇到危险 也会让你遇到危险 那我不会让自己遇到危险 好 出去后就好好狗着 然后赚钱养家 我们会找机会出来见你的 王皇 赶紧把你准备的东西都拿出来 把果子吃了 花瓣等会给你嵌进身体里面 阿彻 刚刚已经做了切断 在人类那边的视角里 你们已经回归 相信很多人已经开始赶赴 你们所在的地点 你们可以迟一点 出现在红猪精神病院 但是不能不出现 也不能迟 胸口埋的是平蔽气 当你觉得自己有什么 不能让其他人知道的秘密 只要脑子里有念头 花瓣就会在你这里自动投影换数 屏蔽别人的感知 放心使用 阿花做出的屏蔽气 是那些直播镜头都无法破解的 等你们出去之后 你的任务就是给江车安排个工作 除此之外 只要你不做对阿车不利的事情 我也不会管你 大人 我知道了 这个给你们 阿花 这太贵重了 这是你的生命精华 之后受伤 如果不是马上就死 吞下这结晶 能暂时地保你们一命 谢谢你 阿妮的好姐妹 你真是多好花 爸爸 抱 看不见团团的时候 要想我和妈妈哦 记得要天天跟我们联系 嘿嘿 每天每天每天都会想你们 儿子 如果有人欺负你 你就将名字记下来 等下次我们来找你 再帮你清算这些东西 爸 放心 我会苟起来的 不会让人欺负 谁让你苟起来了 谁欺负你 你就欺负回去 我们会帮你撑腰 好好照顾他 以后少不了你好处 故障 使用之人 额外多出一次使用机会 刺耳的哨声 可以划破范围内目标的脑膜 无大脑的生物 不计算在内 求生冲道已经开启 请求生者尽快逃离 走吧 叔 咱们走吧 你先请 你先走吧 我还有事跟他说一声 老婆 我会努力让我们一家人团聚的 保护好自己 我不要你给我什么人类秘星 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他 这也算可以保你两次性命 在需要的时候 我要你挡在他面前 每次死亡碎裂 一面镜子抵消伤害 每次复活 身体状态减半 主人 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去吧 母亲大人 真的不把这个人类改造一下吗 他这么弱 怎么保护爸爸 傻孩子 那个傻孩子 也需要成长的 大家过来 给你们看个东西 阿花在旁边看见光雾的一瞬 心里瞬间咯噔一声 这下 姜彻和熊杰身上的伤口 就要被发现了 阿宁 对不起 我刚刚误伤他了 我知道的 你不是故意的 阿扯不会怪你的 对啊 这小子 当时我还给他吃了莫名其妙的东西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拉肚子 我当时也差点勒死爸爸了 他不会因此记恨吗 别人是这样 但爸爸不是 只是一瞬间 熊杰的惨叫 便想出了准备红珠精神病院 确实有点严重 不过我给了他生命精华 现在吃了瞬间就能恢复 遇到危险 他要学会怎么去解决 怎么处理目前的情况 还有 就是要他学会 使用自己身上的材料 还有道具 少爷 打电话 叫救护车 叫救护车 妈妈 爸爸 好聪明 快把这个吃了 吃了就没事了 不 只是一点小伤 我叫救护车就好了 不能吃那个 我要去医院 一点伤无所谓的 我要把保命的东西留着 这个不一样的 丁宁那边看着江澈 和熊杰的交互 所以我不想要他这样 你 因为他不知道 在搭车那里 他是熊叔啊 不是什么努力 他一直都这么吗 这个表 你拿着算书的见面里 等过段时间 书就给你安排工作 江客 熊杰 你们在哪 这里 等会他们问你什么 有关恶灵的就说不知道 拿不准的也说不知道 其余的回答交给我 嘿嘿 说 你真好 应该的 他们问你在说话 平时不要插话 如果我说的跟你遇到的不一样 就说不知道 嗨熊老板 没有想到这一批人里面 竟然是你活着 您倒是跟我们说说 最后究竟是怎么活着出来的 哥几个实在太好奇了 不知我们好奇 全天下的人都好奇 九号副本手通 也可以说是SSS副本手通 还带着一个精神病手通 这小子运气是真的猛 跟开挂了一样 嗨 这小子脑子有问题 咱们有什么问题 你们就问我 我知道的都会说的 当然 您知道的 你们说出来的经验 有可能会帮助数不胜数的人类 在副本中求生 就知道的 熊总 你知道的 正常流程 这是我们的一个求生者组织 叫做飞虎 前身是一个直播平台 后面在副本里得到一个直播道具 直接就转型专为求生者直播 他们将范围覆盖全人类 咱们之前被直播 也只是他们平台的功劳 现在各求生者组织里面 论实力的话 飞虎是最强的 几乎所有的求生者都想进飞虎 毕竟飞虎是真心实意的 为人类打算 是绝对的好组织 熊总真是谬赞 若论好组织 到处都是 咱们飞虎也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心 我给我小兄弟介绍一下 毕竟救了我命 以后我肯定会把他带着 他脑子有问题 以前都不知道这些 大家不介意吧 当然不介意了 只是熊总这一次捡到宝了 这小子全程我都看 运气绝对是爆的 中途转开几次 我都以为他要死了 结果这小子还是活着 哪有什么宝不宝的 他救了我 说实话我以后都不会让他去涉险的 要是你们想要培养 可以邀请他的 当然我现在也算他的监护人 只要条件得体 我也很乐意我的小兄弟 有个更好的未来 他在做什么 开直播 让求生者为大家分享经验 熊总能活着 从SSS级副本逃生 肯定是有咱们的过人之处的 分享一下 不过分吧 不过分 我也想为人类做贡献 主人 等会会有说谎测试 我需要您帮帮我们 放心回答 小兄弟 等会咱们问什么 你就答什么 对了 你那个技能书得到了什么 什么技能书 哥啊呢 我都看见你从沼泽地里摸到两个技能了 你还在搁我这装傻 不好意思啊 我这个小兄弟 可能真是运气好 我其实也问了好多 他是真不知道 精神病院那些人 没有给这些病人讲过 关于诡异和副本的东西 这傻孩子能活下来 真是运气好 而且什么都不懂 我也很无奈 你们等会问我就行了 这还是我第一次上电视 我还想给我那几个后备看看 别得了几个技能 就在我面前耀武扬威 我现在也从SSS及副本里 活下来 首例 SSS及副本逃生者 问得出什么东西吗 这一次活着的两个人 南平 大家好 我是范本 这一次的直播将由我为大家主持 很抱歉 我们来晚了 因为真没想到有人能活着出来 没有提前出门 虽然来迟了 但我们还是找到了这一次的幸存者 如果可以的话 等会我想给两位做一个身体测试 看看从SSS及副本通关出来 身体素质得到了怎样的提升 我想问问两位 最后一瞬间是怎么活下来的 其实那一瞬间 我和江澈被吞了 你们知道吗 吞进去的那一刻 我们看见这怪物嘴巴里满是晶莹的结晶 那东西特别吸引人 生命气息非常浓郁 我和江澈一手一个 我们每个人抠了两个 当然没有这么容易 我想大家都知道 很多人都知道 之前我被坑了一波 大家想的没错 被吞下了 结果我看那个东西 十分吸引人 我和这小子就一人抠了两个 然后我使用了回溯 但是用在这怪物身上 一秒的时间 只够他的嘴从壁上变成卫章 但也足够我们两个碰到出口了 大家知道的 进副本可以带东西 出副本的时候 也可以带走莫道的 就是这个两个了 雄杰兴致冲冲地说完 现场陷入了死一般的季节 但是我们在怪物嘴里 不是没有遭受一点伤害 我们受了很重的伤 出来就差点死了 只是碰到一点怪物嘴里的口叶 都快被腐蚀了 出来吃了一个 才恢复过来 也侧面说明了 这结晶蕴含的生命能量 是真的强 我月听还真觉得是这么一回事 不是这么垃圾的道具 用出了这么强的操作 这真是天选幸运儿吧 我之前还觉得 那个精神病的运气好 现在一看 雄杰这运气才是顶先的 不过事先说好 虽然我们还剩了两个 但是大家不要来打这个主意 你们知道的 拼命都不会给别人 吃了浪费都不会给人的 你也表个叹 死也不会给别人 就是这样 你这么强的表 为什么就这样送人了 你们知道的 这小子救了我一命 和表回溯时间的能力很强 我觉得送给他正合适 雄杰和江顺手里 分别还有一个生命精华 指甲盖的大小 刚刚拿出来 便散发着紫色的闪光 那液体腐蚀很厉害吗 非要吃这个不可 那液体真的很厉害 我感觉到从我们出来之后 伤口一直都在扩大 残余在体表的腐蚀液体 没有消失 而是在不断蔓延 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 那么很快就会死亡 不是说好的脑子有问题 我看他回答问题 思路很清晰嘛 一点都看不出脑子有问题 考打 再考打一下 这人是装的吗 说技能书就在装上 问其他的就思路清晰是吧 范本陷入沉思 忍不住伸手拍了拍旁边的扑火 坏了 小钱 我刚刚看见旁边有饮水机 去给我倒杯水吧 他感觉有点累了 好嘞 犯对 我有个问题 你问 我一直不理解 那不是在出水吗 为什么不叫出水机 人应该才叫饮水机 你们说的那个应该叫出水机 范本惊恐地看着旁边的测谎仪 他忍不住开口说了一句 我喜欢男人 你说的对 范本 水来了 我还有个问题 你问 之前我听医院的大家说生鱼片和鱼生 可生鱼片其实就是死鱼片 鱼生是死鱼切片 为什么人生不是死人切片 好了兄弟们 收工 范本 还没有做身体测试 他也不知道自己要问什么 只见他转头看向直播间的观众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我可以替大家转问 问他获得的那两个球是什么东西 他不说 那就引导他说 大家的问题 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 技能这东西不是保命的吗 就算江澈是个精神病 现在也不该说这些东西吧 熊总 这不是为了人类的求生做贡献吗 我能不能问一下 当时你在泥沼里得到了两个小泥球 到手之后 脑子里出现了什么提示吗 江澈 不用说 我们分享的是如何获得这个东西 怎么获得这个东西 而不是分享这个东西是什么功能 有一人说了 以后各位求生之后 这些秘密也别想藏了 熊总是不是想着他曝光技能 以后你想利用他就不好保命了 你也可以这样想 我也在争取自己的权益 现在这个小兄弟就相信我 曝光了还怎么为我挡枪 小兄弟 你看见了 他就是利用你 那说明我有价值 那是利用啊 有价值才会利用啊 废物怎么利用 小子你跟着我怎样 我肯定会保护你安全的 但是需要你出力的时候 你需要出力 跟着我肯定比跟着他有价值 那你先回答我之前的问题 你能力不行 不问了 测完离开 也没有什么可问的 小姐 您怎么来了 你造小情事吧 从今天开始 范本剥夺小队长职位 后续晋升严格考核 这次任务 你接替他的位置 回去之后 只需通过考核 便是23小队队长 好的 小姐 大家好 我叫飞虎 这一次的事件是飞虎的错 请各位放心 飞虎不会逼迫任何求生者 强制性地分享自己的秘密 我们的初衷 只是搭建一个更好的生存平台 让大家分享自己的经验 而不是自己的秘密 当然 经验这种事 如果各位觉得事关自己隐私 也有说不的权利 我们的目的是互利 而不是压迫各位的利益 当然 测试也是可以拒绝的 但我认为测试并不损伤各位的利益 还能让各位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接位状态 也让各位求生者更了解通关的好处 我先去测 真不考虑来飞虎嘛 我可以给你安排一个靠谱的小队 熊杰或许会保护你的安全 但是只有来飞虎才能让你成长 你这不是和他一样吗 不一样 我是真的为你安排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我觉得你比所有人都强 我没有运气 没有运气也比我强很多了 你名字好强壮啊 这个飞虎组织是你创立的吗 不是我 是我爸爸创立的 我也觉得我名字很强 小时候身体不好嘛 建民好养活 我爸就想着取一个牛逼哄哄的名字 保我一命 你爸爸真好 二阶差点三阶 小秦过来汇报刚刚给熊杰检测的情况 该你了 我预测你应该也差点到二阶吧 虽然不是第一个 但SSS级副本通关的好处也很多了 你也可以考虑来飞虎 前期不会给你小队长的职位 但是等你再通关几次之后 之后会让你直接同龄小队 这小子你也可以带着 我考虑考虑 等会你就瞄着上边的人物 想象自己也在做相同的动作 不好意思啊 测试失败了 熊杰站在几人的背后 陪着他们看着上面的测试数据图 图上显示 无论是力量还是反应 僵彻的测试结果都是五阶 巅峰 怎么可能 为求生者我们的数据得出来了 除开手通 后续通关SSS级副本的普通人的成长等级为二阶巅峰 不是意思便是 熊杰不是手通 怎么可能这种老狐狸让那个精神病手通 还是说江彻和熊杰的经验值是一样的 在我们认知之前就已经有了人通关 只是大家不知道 我更倾向是有人在之前通关了 毕竟直播开始之前 最开始的那些逃生者做了什么 我们根本不知道 如此数据一般是不做隐藏的 但是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 如果你们想隐藏 飞虎组织也会为你们隐藏这一次结果 为什么要隐藏 如果替他隐藏 那之后所有的矛头都会对准我 但我分明不是第一个通关的 我不能又拿不到好处 又替人挡刀 那就不隐藏 隐藏实力对你有好处的 之后便是一张大杀器 可以当作一张底牌 你隐藏实力了吗 没有 但是我们不一样 你不用我也不用啊 我们都是一样的 没有区别 如果隐藏的话 之后您将成为飞虎组织的一大底牌和利器 飞虎组织的大杀器和我有什么关系 小秦 可以了 二届巅峰确实是SSS级副本通关的寻常经验值 这一次手通的人 也不是熊先生 而是这个小帅哥 江彻 看来一下子吸引了很多大人物呢 屏幕上划过一条金色的弹幕 和大家想的一样 不只是我 就连熊先生自己也没有想到手通的人不是他 结合熊先生之前的话还有调查得到的结果 熊先生在最后逃离的时候 身位确实要在小帅哥前面一点 至于最后为什么不是熊先生手通 因为即便小帅哥在熊先生身后 他手也要长一节八 没想到瘦瘦高高的 最后能拿这个好处 他看着弹幕快速划过 随后看见一条文字出现在眼前 五阶巅峰 两位先生似乎并没有什么可靠的经验分享 今天的直播便到此结束 今日的资料我们会收拾整理发到官网 大家若是有什么想知道的东西 也可以在官网留言 我们的使命便是让人类有更多生存的机会 江先生 熊先生 不管怎样 飞虎欢迎你们的加入 加入飞虎 你们可以获得更好的成长资源 也能获得外人不知道的副本教程资料 还有资料是没有公开的 您误解了 生存资料 能发的我们都发出来了 飞虎只是在研究更深层次的资料 比如副本的本源是什么 又或者世界的层面 我想这是一个合格的组织应该研究探知的 这些内容大家知道了没有益处 凭天脑容量还有烦恼而已 不知飞虎小姐现在处于什么实力未接 能不能透露一下 林姐 我还没有去过任何副本 为何 和刚刚说的一样 初始经验值会决定后面的成长曲线 可是副本不是随机的吗 你也不能确保自己随机进入某个副本啊 看来是猜到了 所以你们知道副本开启的等级 你猜的没错 在副本开启之前 这个区域范围都会形成一股无法被破坏的磁场 很多组织都有相关的检测工具 虽然不能精准地判断开启的是哪个副本 但是却能侦查到这个副本的等级 你们不要以为从9号副本通关之后 再进入9号副本就能同样的脱身活命 我们只能保证检测到9号副本同等级副本的能量系数 所以下一次再出现这个系数 很有可能是别的SSS级副本 非胡以为他们想要反复刷9号副本 意思便是说 你们在红猪副本开启之前 就已经知道了 这里开启的是SSS级副本 这种是明明是可以公开的 SSS级副本 这不是让人送死吗 你说的没错 SSS级副本确实可以避险 但如果一直避险 我们就永远无法了解SSS级副本究竟有什么内容 SSS级副本里究竟有什么东西 甚至连地形都不知道 在红猪精神病院避险是你们选择的 而且总会有运气好的人通关的 就和你们一样 只要通关 你们就是人类无比宝贵的经验 熊总 这根本不用能量检测 只是飞虎的磁场检测设备数据更精准 并且将能量分极了而已 你现在已经二阶了 等下次副本开启 你可以感受得出来 在开启之前都会有明显的能量变化 位阶越高 感受得就越强烈 这么多求生者都没有说的 好了 我懂了 懂了就好 和聪明人说话就是轻松 每一个强者都来之不易 意思便是 我们感受到副本开启的能量了 嗯 你如果去飞虎 我们有精准的测量设备 可以避开那些SSS级副本 咱们可以先为所发育 如果我们去了飞虎 我们需要做什么 这小子可是我带出来的 当然得跟着我一起 我看了你资料 你比我要小一岁 以后你来飞虎 姐姐肯定会照顾你的 我确实很需要飞虎那种精准的测量设备 那种测量设备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很多组织都有吧 从这么多二阶以上的求生者 能够精准避开红珠精神病院 就看得出来 大家是能够感知有多大的能量 就像我打了一盆水 在没有凉杯给我之前 我只是不知道这一盆是多少毫升而已 你之前也说了 位阶越高 感知就越是清晰 江澈如今五阶巅峰 就算不用你们设备 也能感知的差不多 您放心 您来飞虎我们也会大力培养的 江澈 这女人目的不单纯 男孩子要学会保护好自己 不要被莫名其妙的女人占了便宜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熊先生 话可不能这么说 男为娶女为嫁 这不是很正常吗 对不起 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让你误会 我是有老婆的人了 你老婆 可能是精神病院里找的老婆 谁知道呢 精神病院找的老婆 不管是不是 现在就你们两个活着出来了 跟我不好吗 以后这偌大的基业都是你的 不可以 我有老婆 那你就慢慢扭转她思想吧 据我所知 想要改变精神病的认知 很难 那你再娶个老婆好不好 不可以 我只有一个老婆 现在都是一夫一妻制 这位小姐 请你自重 等我出来 我要狠狠地教训你 潘腾 你也要去学习一下 人类相关的知识 不要天天守在那里 妈妈 如果有人喜欢爸爸怎么办 下次降临现实 我去杀了他吧 有人喜欢你爸爸不是很正常吗 阿车是一个很好的人类啊 可是 如果是其他人类的话 我不相信 但这个人是江车 就是因为感受过他内心的真诚 所以我才选择了相信 刚刚我去了解人类生活知识的时候 才学到一个东西 自从接触了人类 才知道人类有很多东西 真的很诱人 他们说 夫妻之间最关键的 就是信任 我相信他 那个女人 也没必要杀 普通人类 早晚都会死在不知名的副本里 我知道了 你说你一个普通人 现在还是临界 你觉得你除了背景和长相 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吗 我只是在等待S级副本开启 我有准备 进飞虎的事情 我们再考虑一下 你呢 我跟着熊说 你不信我 你信他 你觉得他不会害你 你是好人 熊叔也是好人 走之前 我们先做点事 你们先回去吧 之后确定了意愿之后 我们会跟你们联系的 我有你们的联系方式 大小姐 他没有实战经验 要不要我们帮你管回家 这种精神病 你后面对他好一点 他就感受得到小姐 您的好了 绑 你绑还是我绑 我一个临界普通人 你去绑 五界巅峰 就是一身蛮力 都是你们控制不住的 更何况他还有两个技能 没有实战经验 下手不知轻重 一不小心给我们打死 也是正常的 你去绑吧 绑到飞虎 我给你大队长的职务 先把熊杰那边的安排好 僵撤那边 我都拉不过来 其他组织大概率也是不行的 监视一下 其他组织会不会拉拢不到脑羞成怒 解决僵撤 适当的时候 我们出手救援以下 既然美人计不行 那就只有邪恩图报 这边放着的都是大家的展品 待在精神病院这么久 大家也没事可以做 你跟我来不就是想赚钱吗 现在这就是赚钱的第一步 把这些都装起来 以后我们都是这样赚钱吗 当然不是这样赚钱了 我们可是正经商人 有正经的赚钱门路 因为现在这里的东西都是无主之物 外面的话 外面那些都是有主的 等它们变成无主之后 就可以和现在一样拿 有主的时候不能拿吗 有主的时候也可以 打得过的话 那些都是无主之物 熊叔 这种赚钱方式不长久吧 如果可以的话 我还是想要一份长久的 稳定的工作 最好是工资能够高一点 你手里那些珠宝 很多都是限定的 十分珍贵 转手卖出去就已经足够 很多人吃喝不愁了 这些很难买吗 算是吧 特别是诡异降临后 很多守财的 一直到死都没人知道 他们把财富放在了 哪个别墅庄园的保险柜里面 又或者藏在哪里 赚钱是小事 买东西会成为大事 在超能时代 这些美丽废物会成为一种 可有可无的孤品 如果之后不好买的话 我就不卖了 这些我要带给阿宁吧 这些也给你吧 熊叔 我不能要 这是你的东西 我拿这些东西也没用了 我又没有老婆 这些东西换成钱之后 就难找回来了 钱这东西到处都是 但是好看的艺术藏品 却很难再找回来 如果你不拿着 是不是不把我当书 你爸妈可是叮嘱我照顾你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以后我会赚钱还你的 要不你把这些东西 找个你熟悉的地方 买起来藏着 一直待在身边的话 太不方便了 不急不急 先把东西放这里面再买起来 这种珍品 说长久又很娇气 这些盒子又脆弱 直接用袋子埋的话 时间长了后面应该就降解了 不一定会受损 但确实会有点点影响吧 加一层保险箱 也能防止腐蚀 还是说你考虑的周到 多出来的这些图怎么办 幸好我们动作快 一定是飞虎的人反应过来了 好吗 不是说了吗 现在这里的东西都是没有主人的 谁拿到就是谁的呗 熊叔 你们都是这么赚钱的吗 不是这么赚钱的 年轻时候初始资金这样来的 后面就是正进生意人了 而且今天我们拿的这些东西 主人本来就不在了 草 东西呢 不是 这柜子全都被砸了 有人提前一步 外面两人拿的 不是吧 一个精神病懂这些价值 他不懂熊姐懂啊 熊总 有些关系我不想闹得太僵了 东西呢 我只想拿回我家的那一份 是啊 我们都不是来要多的 只是想拿回自己亲人的那一份 各位当初送亲人 来红朱精神病院的时候 让他们带这些东西来 就是想的现在能拿回去吧 熊总现在也是二阶巅峰的人了 应该也知道了很多秘密 不管当初是因为什么 熊总是知道价值的 我只拿回属于我们家的那份 我可以提供证据 我刚刚二阶 希望和熊总交个朋友 飞虎也到这里来过 为什么会认为是我们拿的 你们知道刚刚问的时候 我都傻眼了 莫名其妙就被冤枉一顿 你们觉得我们有资格 和飞虎抢东西吗 怎么 是欺软怕硬吗 问题是我们现在也不软了 只是没有那么硬而已 要不去追飞虎的人 应该还没有走远 实在不行的话 我有他们联系方式 帮你们叫过来 打扰了 他们没有怀疑你说谎吗 小彻你记住了 双重否定 就是肯定 你否认一次 我再否认一次 他们就会相信 真的是飞虎拿走了那些东西 他们如果去问飞虎小队的成员 不是一切都明了 所以我说啊 欺软怕硬的东西 他们不敢去问 熊叔 之前说猎场降临 下次猎场降临是什么时候 你去哪 找我朋友 之前出院了 我去看看资料他去哪了 找到了吗 没有 我就是看见了自己了 江彻 患精神异想症 总是幻想自己有家人 控制方案 只需跟他说 怎么才能找到家人 就能简单控制 病人精神状态稳固 不发疯 不犯病 2018年4月18日 肾源配型成功 根据客人治疗需求 开始为公体 做营养运动管理 移植成功 熊叔 我好像少了一颗肾 与此同时 熊姐脑中默得 响起一道清冷的声音 他这种人惊 瞬间就听出这声音 不如之前那般轻快 如果说之前主人的声音 听起来比较随和 那么现在的声音听起来 就给人一种 阴晴不定的感觉 熊叔 所以我们都是公体吗 精神病很多人 有些也没有病 比如被人陷害一类的 被关在里面 没病被说有病 时间长了也都有病了 不然哪里去找 这么多的公体 你没病的 熊叔 我少了一颗肾 少了一颗肾 会有什么后果 现在身体没有问题 就不碍事 我看了你后面的 身体数据 很健康 之后我们花钱 再去找配型 或者拿道具去买 应该能再找到 一个合适的 再将其配回来 我老妈是SS 即恶灵 来医护士 我老爸贼人 即恶灵 贼手屠夫 我的妻子 是鬼子 终极boss 但我却是个 残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 即鬼异副本里 任S 即恶灵当女儿 之前那颗 不能拿回来吗 之前你的那颗 应该是没有办法 拿回来的 因为人体的器官 虽然你们能够 相互匹配 但他身体本就虚弱 经不起这么来回的折腾 现在我们最好的办法 就是再给你找一个 不过就算找不到你 现在也不用太在意 通常来讲 少一颗肾 也可以正常的生活 只是身体素质会差一点 但现在咱们 已经有了未接 身体素质的毛病 就不是问题了 爸爸 团团会帮你找回来的 你们怎么知道的 熊叔关心你吗 就跟我们说了你的情况 没事 熊叔不说了吗 一个也能正常生活 我现在都好好的 2028年2月14日 心脏配型成功 离院前做最后的身体检测 随后前往示意医院 熊叔 示意医院在哪里 肾脏有两个 心脏只有一个 我还是想去看看 行 我带你去看看 不过先跟你说一下 示意医院很久之前 也发生过一次 副本降临的事件 那次之后 又借着遗址 重新创立了医院 但很多资料 还是消失不见了 2028年2月14日 红猪市医院 诡异副本开启 副本等级 A 别急 别急 我查一下资料 走走走 我们去市医院 查一下资料 这样 是不是他有活着的机会 这我要跟你说好 真不一定 不是所有的副本 都和咱们所在的副本一样的 先不排除我们不知道 他进入副本之前的状态 就单说A级副本的危险程度 就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 我有心里准备的熊说 不管结果怎样 我都想去查一下 说之后我能跟你学 怎么用这些吗 这是上网吗 你不说我也会给你准备的 我想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你配一个手机 到时候 我们无论隔了多远 都能打电话交流沟通 而且还能上网 你想查什么东西 想了解这些东西 大多都能在网上看见 上网 是你了解这个世界最快的途径 正好 你也可以看看 其他副本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般人 除了要防副本之外 还要防鬼域降临现实 届时会形成猎场 恶灵会主动地 进入人类的世界 进行受力 但猎场却没有副本那么可怕 因为可以看见 很多人类高手 组团猎杀恶灵 也不知道 鬼域降临现实 有没有能量磁场的提示 飞虎他们知道吧 我们能恶问吗 问肯定要问 但不是现在问 我就说他们一点都忍不住 那小子就算了 毛都不懂 不知畏惧 熊杰这个怕死的老小子 肯定憋不住 飞虎小队是吧 有些东西 最好不要一个人独吞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你他妈谁啊 不是熊杰 滚你马的 有实力你们就来争 别搞这些虚头八脑的熬 没实力就别比比 谁 为江彻来的 叫我们别独占江彻 我们又没有来应的 江彻想去哪里 不是他的自主意愿吗 这样啊 应该是其他组织的人 找到江彻他们了 最近如果有人找上来 直接给他们一点教训 我老妈是SSS 及恶灵 我的妻子是鬼子 综终级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终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及鬼衣副本里 任S及恶灵当女孩 飞虎小队他们怎么说 愿意还一点东西吗 他们说让咱们有实力 就去干 没实力 别在这比比 欺人太甚 欺人太甚 怎么说 飞虎组织这么欺辱 我等 你们就这样任人欺辱 我觉得我们应该团结起来 虽然等级低 但也不是被人拿捏的对象 各位 现在正是证明自己的时候到了 这一次或许只是那些组织 势力的一次试探 试探我等会不会反抗 要不还是算了吧 我们也不是他们的对手 不管怎样 我们还是要去试一试的 我们争取了 飞虎这么大组织 不会对我们做什么 但若是我们不争取 那未来他们再吞起东西来 便不会有心理负担 是啊 大家还是试一试 我就不信他们飞虎组织 说着以人为本 就这么私吞他人财物 他飞虎组织给自己 盖了这么大一个 以人为本的帽子 现在就做这些私自占有的事情 行 那就干一把 又见面了 熊总要不要跟我一起 去找飞虎 组织讨要东西 我 各位知道的 我自己那点家事都没有清理干净 与其需要回自己那些东西 我还不如抓紧时间 回去把家里那几个叛徒给收拾了 也是 熊总有事 尽管招呼 能帮得上 咱们肯定会帮的 这边出去顺着主干走 一个半小时左右就能到市区 市区是什么样的 市区啊 现在的市区比之前摔了一些 不过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 自从诡异降临之后 这些散户也差不多都搬到了城里 和大家住在一起 虽然诡异降临后 有人的地方也有危险 但大家的安全感还是来自于同类吧 熊杰看着远处的地方 那行人将飞虎的车围绕困在路边 都说了有能力者居知 什么独占不独占的 各位最好是认准事实在说话 熊杰开车从旁边呼啸而过 他没有做过多的评论 他们应该是被拦下来算计那份藏品的事情 这种热闹咱们两个还是不要留下来看了 万一他们澄清我们不就暴露了 不会澄清的 就算是他们猜到了东西在你这里 也会因为想要讨好你卖你一个人情 除此之外 这群人也太冒犯了吧 这个小队又不是普通的小队 这里面可是有飞虎的大小姐 让他们这么冒犯像什么话 以后要夸人 你不要夸得这么直接 这样听起来有点怪怪的 这样咱们这个叫做 僵持有度 有智慧 知人善任 撤 咱们当人不分正邪 咱们吗 不分正邪 以正亦可亦邪 但咱们一切不为害人 只求自保 底线之上谈笑风生 礼尚往来 底线之下杀法果断 不要留情 如果这个世界 真可以人与恶灵自然相处就好了 咱们两个也不用这么难熬 叔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打造一个这样的世界 真是小孩子话 卑狐组织就是这样吗 仗是欺人 你们就没有怀疑还有其他人 除了你们还能有谁 怪不得 电话里叫嚣得这么厉害 说的有能者举之 现在被我们找上门 反而不敢承认了 只以为我们不敢找吧 给他们一点教训吧 断一只手 客气一点 小姐 各位 自断一闭吧 我动手会痛一些 自己选择一个柔和一点的断法 你们飞虎 欺人太甚 傻杯 明知道实力强可以欺负你们 还敢上门来闹 别说东西不是我们拿的 就算是 不给你们又怎么了 上门找说法 也不找个强一点的代表 那些东西 人死了 就是无主的了 你说是你家人的 就是你家人的 我提案拿两张照片 举起来再造假几个证书 我还说是自己的 我都说了 自己动手 我出手很痛的 老板 全都解决了 这群人是真的不长眼了 你说那些东西 是不是僵撤他们拿的 是吧 不过无所谓 就当是一点是好了 和一些不必要的名声比起来 无论是雄杰还是江澈 都比这重要很多 好的 大小姐我懂了 大小姐 呢 你实力很强 也很努力 但要当队长 要成长 不能只看实力 下次副本 你带几个新人 保证40%的成活率 便恢复你小队长的职位 谢谢大小姐 江澈那边还等他们电话吗 不等了 等会就主动打个电话过去 既然对方按纳得住 那我们便主动出击 这机会留给别人就不好了 收费成功 确定人数 两人 以前这些资料 都是不允许给外人看的 说是患者隐私 但后来嘛 普通人也想要看看 从诡异副本里回来的人 身上的伤究竟是什么样子 所谓的伤病隐私 也变得无所谓起来 不过比较人道的便是 这里面系统比较完善 你从柜子里拿了谁的资料 或者上网查了谁的资料 在出柜的时候 都会识别这份芯片的资料 然后你查资料的那份钱 会分给那人一份 我老爸是SSS 极恶灵当女儿 我老爸是 极恶灵 对手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屠夫 中级Boss 但我却是个残忍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 3S 极恶灵当女儿 别说什么难言之隐的 极病不能言 这都漠视了 谁还在乎这些东西 说不定下一秒就死了 刘清白在人间吗 江澈乖乖地站在他身边 看着他快速地 在搜索上 打上好友的名字 应该是有人一边做资料 一边等待 现在这些软件的性能就是这样 隔几分钟就能自动保存 后面应该就是医院的人 都被召唤入了副本里面 小车 有些东西我要先告诉你 无论他在进入副本时候的状态 是什么样子 有没有被取掉心脏 肯定是已经被麻醉了 有史以来 医院的副本存活率都是最低的 因为都是老弱病残的 基本没有战斗力 还有三天就是诡异降临现实 在这之前 带你去上人生的另外一刻 什么 解决叛徒 一点见面 飞虎组织 没有想到这个熊姐 对这个精神病还挺好 这么好的打手 肯定要好好养着了 一个手机算什么 我觉得这飞虎就是打感情拍 知道江车想要家里 现在纯粹当亲儿子养 如果可以的话 我也想冲过去说一声 江车 我是你是散多年的老婆 但是没有用啊 我又没有跟他有出生入死的 共同经历 这纯粹是熊姐捡到了 这也叫飞虎 他家的平台吗 说不定他还有个别墅 叫做飞虎庄园 这你说对了 我还真有个庄园 叫飞虎 怎样加入飞虎组织的事情 考虑的怎么样了 我没考虑 你是有其他地方想去吗 还有比我给出条件更好的地方了 你给出了什么条件吗 整个飞虎组织都当做嫁妆啊 这还不叫条件 看见没有 这个up 你娶我 以后就是你的了 我不要 好吧 咱们还是聊正事 这次要跟你们说的 是三天后诡异降临现实的问题 这信息是真的没有几个小组织指导 恶灵降临现实 没有任何的能量预兆 降临之后会形成绝强的磁场 人类只要进入这个区域 便没有办法离开 但外面有强者 却可以察觉这个区域的能量 进入其中 这并不是我们不公布这条信息 而是人类的强者比之普通人 还是太少了 强者虽然可以前往某个区域保护 但只要进入某个区域 就无法前往另外的区域 怪不得你没有等级也能活下来 这是自然 飞虎组织发展至今 基础的底蕴还是有的 如果加入飞虎组织 至少我们可以保证 在猎场降临的时候 你每次都能活下来 可是我还是不喜欢你 我欣赏你的实力和潜力 不代表我也喜欢你 联姻只是希望 我们能够更好地站在一根绳上 希望你能好好考虑 当然 就算不结婚 飞虎也不会亏待 任何一个有潜力有天赋的人才 这段时间我会一直在这里 三天后猎场降临 希望不会开在咱们这里 但如果开了 希望你能尽快地跟我们会合 飞虎有高手 会保护你们的安全 你们两个太缺乏实战经验 会挂的 猎场降临 我猜不要跟他一起 团团说了会来找我们 那咱们就更得要跟他一起了 跟他在一起干嘛 算是保护吧 这三言两语的也说不清楚 人家对我们也没有恶意 我们还需要借着组织成长的 有一点没有说错 飞虎组织确实适合我们两个 熊姐解决完出卖他的那个叛徒后 回到车内 他看向坐在后座的江车 熊说我们加入飞虎吧 行我都行 another sunrise 你们在哪 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们赶紧会合吧 这一次的事情有点特殊 诡异降临现实 好像时间缩短了 行那你说个地儿 我们等会见 老板我知道你们是大人物 你可一定要救我 我就一个普通二级 自己都自身难保 小老板我看了你的直播 你的气运简直逆天 根本就不是普通人 你能不能救救我 我怎么救 回去自己准备一下吧 不就是从十天变成了九天 以前怎么过来的 这一次也能怎么过去 此时江车和熊杰 来到飞虎安排的地方 这是偏离市中心的移动野树 刚刚到这里 江车就看见了好多陌生的面目 都是有名的强者 小姐正在开会 这一次的事态很严重 各大组织都在思考解决的办法 两位可以在会客厅耐心等待一会 想吃什么尽管告知我们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问题 也可以问我 一定之无不言 有这么严重吗 小姐说 或许这种变化在所有人看起来 就只是一次普通的突变 十天变九天 但若是后续一直这么变下去呢 九天八天 然后三天 两天 一天 直到最后 鬼异能够完美地降临这个世界 那人类还有存活的希望吗 我老妈是SSS 即恶灵当女儿 我老爸 即恶灵最终屠夫 我的妻子是鬼妇 中级BOSS 但我却是个缠绸的普通人 为了维护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直接跑进3S 即鬼异副本里 任S即恶灵当女儿 这件事会对外公布吗 已经公布了 你们可以上网查看相关内容 紧急情报 经最新的数据显示 下一次的鬼异降临现实 将变成两天后 以后每十天降临一次 现实将变成九天 九天 以后会不会变成八天 七天 不排除这个可能 恶灵正在一点点的侵占人类的世界 这只是他们成功的一小步 所以走就不是有人说过 希望人类可以积极地参加副本 想办法活命然后成长 不然等到恶灵降临现实 所有人都将是待在的羔羊 我只想安静的生活都不行吗 这才是漠视吧 人类 威 这是时代的知识 所以等不到A级副本 你就一直不去参加吗 之前是这样打算的 但是这件事之后 B级副本也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所以我很羡慕你 也很想你能够加入飞虎 就像这样的诡异降临 其实对我来说 每一次都是生死考验 我们要怎么才能变强 从副本里活着出来 就可以汲取副本的本源 增强自己的实力 杀恶灵有经验增长的加成吗 我也很想有 但这不是杀怪升级的游戏 和恶灵战斗 除了提升自己的战斗技巧之外 对等级的成长没有任何帮助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代表了 人类即使不杀恶灵 只需要通关副本 就能成长变强 那为什么还要和恶灵相互厮杀 有时候真的很羡慕你 涉事未深 比如今的孩子都要单纯 到时候你就跟在我身边就好了 你都没有多少实战经验 一次副本经历 当不上什么的 大小姐 你这样可怕天才宠成废人了 到时候我和江澈会在附近活动 遇到危险我们就会朝你们这边跑 虽然杀怪不能变强 但是基本的实战经验 是要有的对吧 也是 那你们就在附近范围活动吧 如果有解决不了的危险 再过来 人类也没有你想象的这么脆弱 鬼夜都降临这么多年了 人类已经适应了 通报消息的时候乱上一点 是因为要提前一天 写上一份最新的遗书 你问过主人他们 会来吗这一次 没有说 熊说降临了吗 降临了 所有能看见这轮月亮的人 都在降临区域范围内 江澈试图联系团团 但却没有得到回应 来了吗 应该没有吧 都没有回我电话 周围晃晃吧 如果实在没事 我们就回去 背虎看着身后一点的座椅 眼底闪过一丝迷茫 刚刚椅子不是就在自己后面吗 怎么会还在身后一点身位 姐姐 陪团团玩好不好 人类真的很脆弱呀 爸爸 团团真的好想你 妈妈呢 妈妈说 最近变故挺大的 她有点忙 走吧 爸爸带你去室里面吃东西 昨天跟你熊伯伯一起的时候 看见了好多有趣的东西 我就想着带你们一起 好啊 其实昨天听见降临时间会不断减少 我还很高兴的 听飞虎说 这样下去的话 降临时间逐渐缩短 以后两个世界会融在一起 你不知道当时我有多开心 可是爸爸 我听妈妈说 一直这么融合下去 对我们不是好事 妈妈她就是去阻止两个世界相互融合了 为什么 不知道 本来妈妈也是想来的 但昨日各个副本领主 民时召集所有领主 就是为了商讨这件事 你的意思是 降临时间更改 不是你们做的 对啊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 人类的世界并不适合我们生存 杀戮人类 也并不能让我们成长 只是那些恐惧的情绪 会有一些帮助而已 但这并不是主要的成长路线 没有人类进入副本的时候 我们一样需要成长啊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降临副本 把人类拉入其中 去杀戮他们 不是我们干的 人类的生命层次太低了 做这些事情 没有一点意义 不对 这些都不对 有什么不对 这些恶灵喜欢把人类 当作蝼蚁一样杀戮 现在竟然说他们不想如此的 如果人类的生命 层次要低一点的话 团团说的话正常啊 谁会喜欢自己家里 出现一个蚂蚁洞 出现一堆蚂蚁 才死不是很正常吗 小车 如果这一场斗争中 恶灵才是处于劣势的一方呢 怎么可能 我直接打的那群人 满地找牙 如果人类有一天 有能力将所有的恶灵 都清剿了呢 那我就打造一个人类 和恶灵都能够和谐相处的社会 如果可以 我想要所有人一起好好的 好安静啊 这次看来是没有恶灵敢来冒犯了 也不知道那两个人 在外面有没有事情 不过倒也没有感受到 外边有能量波动 这绝对是我度过的 最平和的一次诡异降临 说实话还是想来两个恶灵的 练练手也是好的 要不我带你们去游乐园吧 那边应该没有人 所有人都躲了起来 你们三个在街上干什么 赶紧躲起来 强者很快就到了 我们马上就走 马上就走 不顿 小姐不用怕 已经安全了 阿姨没事了哦 好孩子 你有事没有 我没事的 大家都安全了哦 你们不是刚刚楼下的 爸爸救了你们哦 你爸爸 谢谢你啊 你真是大好人 又有实力又善良 不不不 你误会了 这才是我爸爸 谢谢你啊 你真是年少有为 孩子都这么大了 不像我这孩子 不成器 这么大人了 女朋友都没有一个 这是我儿子 周昂 来 介绍就介绍 别扯我没有女朋友的事情 不过还是谢谢你们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妈和我 我们就在这里待着吧 等鬼一走了之后 我们再出去 我们现在是在地底吗 他偷偷看了一眼 身边的僵侧 他不敢想这个人有多强 尽是能将整个大楼 都沉入地底 你们可以教教我吗 教什么 教我怎么使用这些能力 教我怎么从副本通关 教我怎么从副本活下来 兄弟 你应该知道 这是教不了的 技能这东西 只能从副本获得 至于入阶这件事 你需要先从副本通关 嘿嘿 那你们教我 怎么从副本里活下来 这件事 我们也没有什么经验 我们也是才通关 没有多久 了解的信息 还没有往上多 那里太危险了 你要是死了 妈妈真的不知道 该怎么办了 妈 我只是想保护你 你看现在诡异 降临变成九天了 之后呢 三天 两天 彻底和现实融合 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你也认为 时间会越来越短 已经变短了 就不会再变长 所有人都知道 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人类灵灭亡不久了 现在就只是看 谁能多活一段时间 你们带着我吧 只要能得到力量 做什么我都愿意 爸爸 他是真心的 我也不知道 该怎么通关其他副本 但如果下次去副本 可以把你带上 我会尽量地保护你的安全 谢谢 您只需要让我 跟着您就好了 如果遇到无法抵抗的危险 您大可以直接将我抛下 我不会怪你您的 刚刚那个楼 是你控制消失不见的 嗯 我想要邀请你成为我的小队成员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你妈妈呢 安团此时在楼上 看着下面的那一 妈妈在忙 没有来 你爸爸很厉害 有人喜欢是很正常的 你乖乖的 阿姨给你检查身体 刚刚很危险的 万一身上有伤就不好了 你爸爸那里啊 不用担心的 你应该是来帮你妈妈 盯梢的事吧 但如果你看见了什么 还是当没有看见 不要破坏你爸妈的感情 我才不是 我爸爸不是那样的人 你说的对 这种事根本就没办法防止 只能看人自觉 如果你看见什么 不要告诉你妈妈 我爸爸才不会 不好意思 我已经有队伍了 你有队伍了 这样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小队的情况 你可以看看 我们小队是不是更适合你 那你说一下吧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夏猴子 是小队的队长 四阶出阶 目前掌握两个技能 抱歉具体是什么无法说 如果你来 我可以给你副队长的职位 我们所有成员的资料 也可以共享给你 副队长 是的 这只是一个名头 我也可以听你的命令 只要你的提议是合理的 我们小队还是很民主的 在副本中会选择 听从大家的建议 选择最有利的那一个 当然如果意见有分歧 就会选择听从队长或者副队长的命令 不是这个意思 我已经有队伍了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们队伍真的很适合你 各种技能配型都适合 你也希望队伍能够越来越好吧 选择适合自己的队伍 不是为你负责 更是为队友负责 喂 小姐 你都没有见过他队友 你怎么知道不合适 江车走了 刚刚那个阿姨有事情找你 你儿子也是他队友 不是 因为他的队友是我 没错 二阶巅峰 这就是我的实力 你再考虑考虑加入我们吧 我们队员最少的都是三阶巅峰 不出意外的话 你们已经入了不下十次副本了吧 没错 这也证明了我们队伍的经验丰富 因为一直到现在 我们的队伍都是满员 没有减员的现象 那你猜猜 我们入了几次副本 你猜猜 他现在多少集 四阶巅峰 不 五阶吧 五阶巅峰 五阶巅峰 那你知道 我和他进了几次副本吗 一次 我们就进了一次 一次之后 我二阶巅峰 他五阶巅峰 他这就不说话了 这就叫装逼 在外闯荡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适当的装逼 可以拒绝很多东西 而且我也没有说假话 他们下几次副本 也才到了二阶巅峰 我现在的位置 那二阶巅峰 升五阶巅峰要多久 不知道 看副本等级吧 普通高等级一点的副本 可能也要十来次 这样 那你再进行十来次 也能到我现在的位置 到时候 我肯定就更高了 恩人 你回来了 爸爸 团团想你了 恩人 我有个不情知情 求年 带我 我也想变得更强 我也想有实力 保护我的妈妈 刚刚那黑影 清洗过来的时候 他是真的怕 我不会给你们 拖后腿的 有危险 直接舍弃我就好了 你都是一个普通人 你起码要通关一个 S级副本以上的 才跟得上我们的脚步 你知道S级副本 是什么概念吗 刚刚有个小队 想要拉江撤入他们小队 但是那队长一听 江撤出十等级 就是五阶巅峰 听见五出十等级 二阶巅峰 直接就下退了 那队长可是出生 入死十多次副本 有四阶的实力 这都不敢说 让江撤加入的话 你怎么觉得自己 能入我们的队伍 对不起 对不起 爸爸 你怎么偶了 就只是觉得 熊叔有些方法 我不是很喜欢 这些我都是要学的嘛 我喜欢爸爸做自己 不希望爸爸去做别人 那以后 周昂就跟着我吧 如果进副本 我会尽全力地 保护他的安全 你疯了 你不知道自己的情况 我不知道自己的实力 未来会怎样 但无论以后发生了什么 我都会坚定地 站在你们这一边 爸爸 他是真的想跟着你 让他带吧 不需要控制 我们的领主大人 不知道您在想什么呢 您可是首个 放走人类的SSS 即副本 所以呢 一时失误不是很正常吗 失误将人类放走 SSS即副本 你说这是失误 所以 你想追究我的责任吗 不小心放走一个人类而已 而且 也没有损失你们的本源 而且 据我所知 有些SSS即副本 也被破局 据我所知 在人类那个直播开启之前 两位的副本 就已经被公布了 你胡说 用不着这个激动 我就是听说了而已 而且据我得知的资料 有个副本还在持续地 让人类从中逃生 持续地为人类运输人才 安心 这不是在说你吗 没错 是我 但我伪装得很好 那群人类都以为 我只是SS级副本 没有追咱们SSS 级副本的名头 更何况 你们没有接触人类 不知道那是多么巧妙的一种生物 人类太弱小了 却又很有任性 给他们一点机会 就能努力地向上爬 我啊 很喜欢这样的宠物 简直胡闹 当初便不知道是为何 我们和人类之间出现了一条通道 随后人类就开始入侵我们的领地 更是将其称之为副本 人类一点一点地蚕食着我们的力量 拿人命填出来一条路 现在你竟然说都是你培养的 那人类和我们之间的通道 也是你打开的 这个倒不是 但我确实是第一个发现通道的 人类也是第一个 出现在我的副本里 当时杀了一批 但是留了一个 就想看看如果放了他会怎样 我玩了他两天 我发现还能赐给人类一点技能 就给了一个 不过我也没有毫无准备地放走 在他身上留了记号 随时都能收走他的性命 后来我根据留在这个人类身上的印记发现 他出副本之后 竟是一下提升了实力 后来人类将这个等阶 命名为五阶巅峰 现在他利用我给他的技能 反复地出入各个副本 人类第一高手 十五阶 我的人 大家根本就不必惊恐 人类是一种很好掌控的生物 我甚至能够随时收回他的实力 当力量重新回到我身上的时候 我必将突破现在的级别 你们都将奉我为主 你有没有想过 不是你的领地伪装成了SSG副本 而是在被人类汲取了 太多本源之后 现在就已经成了SSG副本 不急 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中 人类有很多我的种子 当有一天种子成熟被我回收之后 我将超越你们所有人 各位 安兴已经没有相应的实力 我建议从此以后会以无需他参加 我想你是不是没听懂 我如果收回所有种子 我现在的实力要比你强太多了 之所以不收 只是时机不够成熟 那人类世界与我们世界融合 也是你弄的 没错 这便是我和种子们的共同施行的计划 各位 这件事可是对你们都有利的 现在各位都凭借自己的实力 侵占人类的领土 等两个世界融合之后 各位的领土会更大 我也会更强 我不在意 你是不是培养了什么种子 是不是能收回自己的实力 据我所知 人类十五届的实力 已经相当于SSG领主的实力 你现在的实力 因为被人类分远 也不过SSG 你怎么确定你的种子 还在你的掌控中 我的种子 能脱离我的掌控吗 诶 这一点 你无需担心 我经常都在实验 每次只需要小小的惩罚 都可以让它痛苦的遇生遇死 倒是你 听说也放走了一个人类 不知是故意放走的 还是不小心放走的 要是不小心放走的 那这人成长起来 才会是一个劲敌 没人比我知道 从SSG副本 手通的人类 成长的速度有多恐怖 我这边在控制 你那边呢 如果你也是故意放走的 就当我没说想要什么控制心得 我也可以跟你分享的 直接自合往外一伸 大大小小 一个又一个小小迷 可以给大家看看 我会收实力的能力 或许人类有反心 但它们根本没办法 阻止我收走它们的生命 还有实力 这是为了给大家演示 算是提前收割了一些 不成熟的果子吧 我劝大家不要动手 如果这样的话 我只有提前回收力量了 各位不思进取就罢了 我在为大家谋划 想要为各位侵占地盘 想要让各位提升实力 各位近视对我出手 以后的会议 我不会再参加 你们也无需再叫我 无论是想要阻止我 还是想要加入我 我都欢迎各位 不管安兴怎么操作 我都是拒绝的 之后我会好好的调查 你们哪些领主和人类有勾结 我不允许人类侵染我们的领地 一群蝼蚁 也妄想和我们平起平坐 你放走那个人类 如果没有控制的话 不要怪我下手杀戮了 我这和安兴的可不一样 我劝各位不要对我的人动手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据我安插的棋子所知 人类一直都在算计着 怎么反了安兴 安兴应该有自己控制的把握 不然不会这么嚣张 如果控制不了 那就是真的好玩了 各位不怕吗 怕 笑话吗 他安兴有自己的手段 我就没有一点办法了 如果不是安兴那蠢货 培养了太多种子 也不至于陷于如此局面 一个十五阶的人类都不能拿捏 看各位的样子 安兴那些种子 应该被动了不少手脚 等他收回实力的时候 也是各位成长的时候吧 呵呵 只能说 各有算计 我们有难道你就没有吗 用美人计这一招 可不好控制人啊 男人最是善变了 这就不用大家操心了 我们是纯 都是SSS及领主了 是算计还是纯情 此时在人类诡异研究中心 一百人的突然暴毙 已经引得高层注意 冷队 安兴开始收回种子了 我们要不要发动计划 不要急 按兵不动 他只是测试而已 时机还不成熟 再等等 一百具尸体被抬到了冷风面前 裹着白布的尸体 在房间里摆了一排又一排 冷队 我们真的不反抗吗 再忍忍吧 都忍了这么久了 将这一百个兄弟 全都放在平时房冷冻起来 等到我们攻下恶灵的那一天 他们将作为英雄 后葬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名字 再等等 两个世界已经开始融合了 等到两个世界再也分不开 我们人类也可以自主地觉醒技能 那时候才是我们根基的开始 高龄的衬衣将印记遮挡 这些年 无论是他还是他手下的这些人 从未对外人展示不过 和恶灵世界融合 是他和暗星合力完成的 暗星有暗星的算计 他也有自己的算计 虽然没有对外公布副本的开启信息 但是带着一个普通人避开副本 这应该是非补组织的福利之一 所以 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信息不公开 明明可以让所有普通人都安全地活下去 还能因为什么 如果不逼一宝 那几乎没有人会进入副本去成长 去送死 经验都是需要开荒的 用命去填的 我一定会努力成长 未来杀掉所有的的灵 一定 我不想杀掉所有恶灵 如果他们没有招惹我的话 我是不会动用的 如果你是这个想法 你可以离开了 之后有什么副本的刺场信息 我都会通知你们 不会让你和你妈妈陷入危险 嘿嘿 那我就跟你一起 以后你不杀我也不杀 你又是为什么 你爸爸这样做 一定有他的道理 无论他怎么做 我都支持他 不过其实我蛮好奇的 你是真不认识我们吗 还是演戏的刻意接近 前不久的直播里 我和小彻夜 算是个不大不小的明星了 网团首次通关 SSS节的人物 你不认识 不瞒你们说 其实我和我妈妈 都很久不看直播了 很多对诡异世界 绝望的普通人 都不看直播好久了 与其花费心思学习 不如好好过好 自己的每一天 嗯 我看了你的直播 你在副本中真的很厉害 可以给我签个名码 之后我能不能跟随你 爸爸 他说的是实话哦 大小姐一直都在房间里 要不要帮你通报一声 您看回来的人可以找管家 等猎场结束之后 管家会将他们安置到家属区 大家都有见义勇为的时候 都习惯了 家属院除了家属之外 还有很多这样的人 这样啊 飞虎睡了吗 我想带朋友见一见 没睡呢 这种时候 怎么有人睡得着 大小姐也不会睡的 别看他没有围阶 但是该有的警惕大小姐 不比那些强者少 等会我会告诉他 你以后和我们一个小队 顺便再帮你问问 怎么更好的通关副本成长起来 他那里应该有更好的教程和经验 飞虎 你在不在 是不是睡觉了 静 静来 你以后再带你 感谢观看